好 我們主辦單位及各部會的長官 以及現場所有的青年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非常開心 今天大家一起到這邊來一同參與 我們104年青年度假打工宣訪會的活動 那希望說藉由我們今天所安排的 豐富的活動內容 都能夠在今天讓大家滿載而歸 好的 我們活動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邀請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在一部青年發展署的羅清水羅署長 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你 各位青年夥伴 大家午安 我們外交部夥伴 還有我們各部會的工作夥伴 還有我們祝華的代表 還有我們今天要給我們分享的幾位青年夥伴們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來見面 這是我們政府在推動青年度假打工 今年度當中已經辦理了一個巡迴的三個場次的宣訪會 發現很多的青年對於度假打工還是有很高的興趣 尤其在這個國際地球村的社會 尤其在這個國際地球村的一個社會時代的來臨 青年的對於青年的移動力 對於我們青年的生涯的發展 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尤其在透過度假打工這樣一個途徑 可以發現各國的在生活在文化在歷史 或是在種種在各個世界的各個角落裡頭的各項的 國家的一個情形都可以透過度假打工來深度的了解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外交部 從過去的兩個國家的一個同意我們國人的青年的簽證 度假打工的兩個國家一直到現在一共有13個國家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讓我們台灣的青年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到世界各個角落去瞭解各個世界的各國的一個各項的情形 尤其在這個度假打工的過程當中 如何來保障我們國人年輕人在國外的安全 國外的一個權益 以及國外能夠在生活裡頭的各項的一個狀況 我想政府絕對是責無旁貸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一個度假打工的一個宣導會 我們今天來參與的除了部會的 我們所有的一個待會兒會有我們外交部 也有我們僑委會也有我們軍管會等等各個部會 對於我們各項的一個規定都會有做簡單的一個說明 當然度假打工最高的一個原則就是我們要安全 要合法而且要能夠幫助我們年輕人擴展視野 那才是真正來達到我們度假打工的目的 過去在這一年當中我們三個場次的宣導過程裡頭 我們青年夥伴們對於我們度假打工都有很多的想法 跟很多的疑問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外交部的工作夥伴 把所有的問題大概再收集到我們的一個QA當中 也把各國的要度假打工的各項的一個規定也放在裡面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次還是不夠的 因為世界各個國家文化不一樣 風俗不一樣民情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到各個國家度假打工的時候 我們除了消極上面要合法 要有一些的規定要符合之外 更要深切的去了解各個國家裡頭的各項民俗風情 所以今天借這樣一個機會 我們感謝我們外交部我們使次長還有我們工作夥伴們 待會會會有一個簡單的說明 也感謝我們這個幾個國家的代表 也會去分享一下國家裡頭他們有相關的規定 更難得的我們今天也請到了我們各位的前輩們 也曾經到國外去度假打工的青年夥伴們 來現身說法 在他這個度假打工的經驗當中 有哪些可以作為我們未來各個夥伴們 要到國外去的時候可以做借鏡的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實在是很難得 如果今天沒有時間來參加也沒有關係 我們在20號跟27號分別會在高雄跟我們台中 會再繼續舉辦 也會把所有的我們今天宣導的各項的一個實況 我們都在網路上來做跟分享 所以讓我們全國有意要透過度假打工 這樣一個途徑來擴展視野的青年夥伴們 有一個很好的對於度假打工等等的規定 有很好的了解 今天再一次的感謝外交部 我們的使次長以及各位的工作夥伴 還有我們各部會的夥伴們 以及各位分享的夥伴們的參與 也更感謝在座的每一位青年夥伴們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祝我們今天的宣導會順利 謝謝 好 謝謝學長 謝謝 好 陳主書長剛才所提到 我們今天活動內容真的相當的豐富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滿載而歸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是我們外交部 石雅萍常務次長 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歡迎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羅組長 還有我們波蘭就是華沙貿易辦事處 文化組的胡組長 澳洲辦事處政策經濟處的王副處長 還有我們韓國代表部的江專員 今天最重要的還有各部會的代表也都在現場 我們非常高興有這麼多青年朋友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說明會 那我想在座也有很多是媒體朋友 剛剛我們署長已經跟各位說明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說明會其實是 今年我們第二次舉辦 外交部非常高興有機會跟教育部 還有我們相關的部會大家一起合作 來替這個有興趣從事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服務 我們在五月間我們已經做過一次北中南三個地區的說明會 那因為反應非常的熱絡 而且呢也因為場地的限制 我們沒有辦法容納太多的青年朋友 那所以呢從五月份我們的說明會 我們就已經開始用網路現場直播的方式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 雖然在座的這個我們來參與的朋友 人數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只要有興趣的朋友 只要上我們外交或YouTube的網站上 我們都有網路直播 那可以把今天我們要向各位傳達的訊息 還有各位呢 我們今天邀請已經有過度假打工經驗的青年朋友 他們的分享 我們也可以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 那等一下在整個活動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非常難能可貴就是我們邀請到不同國家 駐華的代表處的代表來跟我們做一些說明 那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從度假打工這個政策推動以來 在我們2008年馬總統執政之前 我們其實只有跟兩個國家簽這個度假打工 那我記得是紐西蘭跟澳大利亞最先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發現 度假打工在青年朋友裡面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呢我們外交部就非常努力的 在過去這七年多 我們總共又多簽了9個國家吧 現在總共就是13個 13個那所以我們又簽了11個 那我跟各位先報告一下 到底現在可以到哪些國家去度假打工 日本 韓國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愛爾蘭 比利時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波蘭以及奧地利 其實各位其實心目中都可以再重新選擇一下 當然到目前為止 度假打工 我們台灣的青年去最多的地方呢 當然就是澳洲 因為澳洲並沒有給我們任何限制 人數的限制就是只要青年朋友有意願 一人一生以一次為原則 都可以到澳洲去度假打工 所以呢澳洲的度假打工的青年是最多 那其他國家開放的名額都有一些限制 但是也因為有一些國家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呢我們也在跟他們洽談 怎麼樣把這個名額再提高 讓更多的青年能夠有不同的選擇 那其實我們會推動這個度假打工的機會 讓青年朋友有機會走出台灣 走向世界 我們最終的最高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協助青年跟國際來接軌 那當然青年的業務 基本上是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他們在負責 那外交部呢是很希望能夠協助青年 有跟國際接軌的機會 所以呢我們在度假打工這個業務方面呢 透過跟不同國家來簽署度假打工的協定 因為一般的人你是可以出外去觀光旅遊 可是你到了當地 你大概停留的時間都有受到限制 不管是30天 60天 90天 而且你不可以打工 打工就是違法 那為了讓青年有機會說 我可以做比較深度的 對這個國家有深度的了解 有機會去學習他的語言 他的文化去交朋友 而且可以不要存很多的錢 如果你要存很多的錢才能去旅行嘛 但是如果度假打工的話呢 你可以到了當地 你找適合你自己的工作 你可以在當地一邊做短期的工作 然後呢有了這個一些薪資所得之後 你就可以再去旅行 再可以到更多的地方去 所以呢這個度假打工其實在國外 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那很多國外的青年也非常習慣 就到海外去度假打工 對我們台灣來講 這是最近幾年來講 算是非常夯的一項活動 我們看到不只是說大學剛畢業的 這個同學說我要去度假打工 其實蠻多已經有了很好的工作 青年朋友也覺得說趁著我還年輕的時候 有機會我也想到國外去看一看 去了解國外的世界到底是怎麼樣 或者去磨練一下我的語言 那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們跟13個國家簽了度假打工協定 在2008年以前這件事情還不是那麼夯的時候 全部總共在外度假打工的青年不超過一萬人 但是經過這幾年我們不斷的跟新的國家簽度假打工計畫 到現在為止總共已經有16萬人次參與度假打工 那其中有13萬就在澳洲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會拜託我們澳洲駐華的代表處一定要派人來 因為實在是太熱門了 那很多人要到澳洲去 所以每一場我們幾乎都會請到澳洲 但是呢我們這一次的安排台北、高雄、台中 我們會請不同的國家來參與 所以今天很高興是波蘭還有我們韓國 來參與我們的這個說明會 到了高雄跟台中的時候我們會邀請不同的國家 那先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麼我們外交部推動這個青年度假打工的這個計畫 當然只靠外交部單獨的力量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我們當然是在初期的時候怎麼樣去跟不同的國家交涉 去跟他們簽度假打工協定 讓我們的青年可以合法的到他們的國家去做 比較長期的停留可以合法的打工 這個是外交部的工作 但是接著我們就發現 越來越多青年到海外去後 他就面臨不同的問題 他跟你一般只是去觀光旅遊 有一個旅行社安排你去那邊短期旅遊 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所以接下來後續很多青年朋友到了海外以後 面對很多的挑戰 遇到不同的困難 我們要怎麼樣去協助我們的青年朋友 讓他們在出國之前能夠得到更充分的資訊 正確的資訊 到了海外之後 怎麼樣能讓他們的度假打工的經驗 變成是一個很正面 對他們自己成長有幫助 而且也是一個很平安的一個這樣子的計畫 我們就發現我們必須要請各部會一起來協助 所以外交部在去年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度假打工的 一個部會間的協調的平台 那所有相關的部會都納在裡面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教育部青年署 那這一次教育部青年署也 費了很多的心思安排這樣子的說明會 那我們外交部也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發現這幾年到海外去度假打工 青年朋友最常遇到的幾個問題 我在這邊要提出來 希望大家如果將來你要去度假打工 務必一定在這些領域裡面 你要先做一點功課 要先了解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你今天決定到某個國家去進修一年 去念書 你會不會先研究 你會先研究 這個國家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要去的地方有什麼情形 我要注意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先準備好 度假打工也是一樣 雖然你不是去哪個地方 固定在那個地方 停留很長時間 你是可能是到了一個國家 你可能到四處 到不同的地方去旅遊 去打工 但是你還是有需要先把那個地方 那個國家的整個國情 有什麼需要了解的 那個國家的法令規定是怎麼樣 交通規則是怎麼樣 一定要先做一點功課 做一點研究 讓你在去之前有一個充分的準備 到了當地 你會讓你整個度假打工的經驗 更愉快 更順利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發現很多青年朋友 去度假打工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青年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去擴展你的國際視野 對國際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們是以豐富你個人的國際經驗為主軸 那當然去打工 也是讓你的度假打工 在經濟上不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所以我們是以度假擴展國際視野為主 打工為輔 不管你的這個重點是怎麼配置 你個人可以去決定怎麼配置 但是我們要提醒你 既然你要到那個國家去度假打工 第一個 剛剛已經署長也特別跟各位報告 一定要遵守當地的相關的法令規定 你到了別人的國家 你要尊重當地的法令規定 千萬不要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要提醒 第二點 你要出門之前 除了收集你所需要的資訊 一定要非常充分之外 請你記得 一定要買充足而適當的保險 保險這個東西最好是你有準備 可是你完全用不到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的發生 但是萬一萬一就算是千萬分之一的機會 有不幸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適當而充分的保險 對你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以為說我只要出去買個旅行 旅遊平安險就好 千萬不要以為只要買個旅行 旅遊平安險就可以 旅遊平安險是讓一般人出國旅遊的時候買的 第一個它的期限沒有辦法很長 很多都不能超過半年 第二個它cover的範圍就是 它可以去到時候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它能夠去claim 去向這個保險公司索賠的這個項目也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今天的說明會裡面 我們會請金管會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要買什麼樣的保險 時間 這個期限還有它的內容 都要符合你度假打工的需求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我們發現很多青年到了海外度假打工 發現好像要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 或者是到不同的地方去旅遊 開車很方便 所以不論你是買一部二手車或者是你租個車 很簡單也在很多國家我們的駕照可以直接換照 或者是拿了國際駕照就可以在當地駕駛 所以很多人就立刻買了車立刻上路 我們就發現確實有很多車禍的發生 造成人命的損傷 這一點我要在這邊提醒各位 到了很多國外的地方 它的交通規則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路況又不熟悉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尤其是如果是靠左側行駛的國家 像澳洲它是靠左側行駛 它的交通規則就跟我們在右側行駛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你不開車只是過馬 你都要曉得你要先看哪一邊 你看錯邊了就可能會出意外交通意外 所以我們要提醒我們目前發現 出去度假打工最常發生的就是交通事故 在這邊要特別提醒各位 一定要非常小心注意交通安全 我們外交部為了協助所有的青年朋友到了海外度假打工 能夠了解當地的交通規則 請各位上我們外交部的網站 度假打工的專區裡面 我們把每個國家不同的交通規則 交通號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都放在網站上 希望大家花一點時間去看 再來我們就發現很多青年朋友 一出去就像展翅高飛的小鳥 失聯了 家人常常會打到我們外交部 甚至叫我們外館說 我女兒不見了 我兒子不見了 我要去哪裡找他 講真的 當各位到了海外去 如果你不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找不到你 你的家人如果你不跟他聯絡 他可能會找不到你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我們的家長 拜託我們幫他找小孩的 所以我現在要提醒各位 外交部的這個領務局的網站上 外交部網站上 也有一個登錄的專區 你要出國的時候 如果你先上這個專區登錄 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到時候你到了 不管到澳洲到韓國到波蘭 你的家人如果要找你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網路的方式 來跟你聯絡 當然我們也提醒各位 最好出國後不要忘記 隨時向家人報平安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外交部為了能夠更進一步 來服務我們所有希望去度假打工的青年 其實我們已經跟相關的部會 透過我們這個合作的平台 我們盡量把資訊匯整完全 盡量的完整我們的資訊 包括剛剛署長講 我們甚至連最近大家常提出來的QA 就是大家常問的問題 我們也嘗試著去把答案找出來 我們會把這些資訊全部掛在網站上 不論你人在哪裡 你在國內在國外 我會建議你出國前就先了解 如果是你出國後 你覺得需要這些資訊 隨時上我們外交部的網站 那我們最近還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青年朋友 他為了要出國前 他希望先找到一些工作機會再出去 所以呢 他就會透過一些仲介 結果到了海外後發現這個仲介 可能本身是非法的仲介 他不是合法的仲介 所以他在仲介你的過程之中 他事實上會叫你去打黑工 或者是剝削你的工資所得 那我們會鄭重的提醒我們的青年朋友 如果你要在國內找仲介 你一定要上我們這個勞動部的網站 勞動部的網站上會告訴你哪一些仲介 他是合法的仲介 你一定要找合法的仲介 千萬不要找非法的仲介 叫你去打黑工 或者剝削你的工資所得 或者是說你去打工的時候 照理說雇主他要按照當地的法令 跟你簽這個工作的契約 這個工作契約裡面應該要把你工作的內容 時間薪資保險都要照顧得很完整 如果說這個非法的仲介 介紹你去打黑工的話 可能這一部分的權利都沒有替你照顧到 所以你個人一定要特別去關注 你在度假打工地方 你的個人權益怎麼樣去獲得最好的保障 所以呢第一個 你千萬不要找非法的仲介 不要去打黑工 第二個 如果你不是找仲介 你到了當地 也很多人是口耳相傳 有人介紹說這個工作不錯 那個工作不錯 你去打工的時候 你還是要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雇主應該依照當地的勞工法 保障你工作上應該有的權益 所以在你簽約簽下去的同時 你要看清楚 這個工作是不是遵照當地的勞工法 你的權益是不是獲得保障 那一個青年朋友也許在台灣 你們家長都照顧得非常好 這個虛寒問暖 呵護備制 可是當你一個人到了海外 你要面對這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你要自己去找工作 你要去找房子 找住的地方 你要去交新的朋友 那你可能會覺得 哇有很多的事情要應付 在這個時候其實也是培養你獨立生活 然後呢能夠面對所有的挑戰 獨立去解決困難的一個機會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 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剛剛署長講 安全 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每一個青年朋友 都是高高興興地出門 平平安的回家 而且透過這樣子度假打工的這個經歷 自己覺得收穫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的說明會 我們會把 我剛剛講到這幾點 也許有些朋友沒有注意到的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打黑工 或者是說你這個 你去海外 你去打工 然後雇主 苛扣你的薪資等等 如果你要申訴的話 我們也跟勞動部做了合作 在勞動部的網站上 如果是屬於國內的 國內的仲介 它非法仲介的話 你可以上勞動部的網站 去向勞動部申訴 我們有一個申訴管道 如果是到了國外 國外的雇主 沒有按照當地勞工法 造成你權益受損 我們也把 國外要去向哪個機構 怎麼申訴 我們把那個資訊也都放在網站上 所以呢 你可以好好的上網去瀏覽一下 如果有需要 真的 你覺得很困難 沒有辦法解決 你當然可以跟我們所有的外館聯絡 不過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外館 點 畢竟還是有限 譬如說在澳洲 我們在首都坎培拉 我們在雪梨 在墨爾本 在布里斯本 我們總有四個 代表處跟辦書總共四個 可是很多同學 青年朋友到西澳去 從坎培拉坐飛機到西澳 要快五個鐘頭 我們在那邊是一個點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很難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跑到西澳去持緣 而且我們代表處辦事處的人力也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各位朋友 雖然外交部會盡全力的來提供服務 可是有的時候 像澳洲 這個土地面積如此的廣泛 我們在那邊當地的人數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能夠提供的服務 很可能是沒有辦法立刻及時 所以各位更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那到了歐洲尤其是 其實很多人到歐洲某一個國家去度假打工 那因為地利之變 我們現在又有申根免遷 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國家去旅行 所以很多人可能到了波蘭去度假打工 可是波蘭附近的中歐國家 你也想去看一看 這個都可以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到波蘭去度假打工 你可以在波蘭打工 你跑到旁邊的 不是你申請度假打工簽證國家 你就不能打工 這個就是說我們出去 一定要遵守當地的規則 那如果說你到歐洲 你開個車就可以 譬如說匈牙利啦 捷克啦 奧地利都很近 你要去旅行 那就是提醒各位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呢我覺得 青年去度假打工 開啟了很多 給青年朋友機會之窗 讓你有機會去體驗 一個不同的國度 去了解不同的國家 有機會去做深度的文化的 各方面的民情生活等等的一個接觸 以及了解 更重要的是 其實各位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青年大使 因為當你到了國外去交朋友的時候 在某些程度上 你也把台灣的美 台灣的好 台灣青年的活力跟創意 也都帶出去了 等於也是在宣介台灣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活動 本身應該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只要各位能夠照我們剛剛所說的出國前 請做好充分的準備 把資訊收集完整 第二呢出國之後 遵守當地的相關的法令規則 不要打黑工 照顧自己的權益 注意交通的安全 最重要買充分 還有適當的保險 最後隨時跟家人聯絡 那我相信你的度假打工 會是一個非常成功而且收獲豐富的機會 那我想今天呢我們安排了 跟教育部合作 我們安排了很多好的節目 還有我們的這個所有的資訊 我們有的做成 brochure 有的我們做成這個短片 那我們現在有APP 我們有旅外救助指南APP 當你到海外 如果真的發生緊急事故 你需要協助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個APP來尋求協助 總之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說明會 再加上以前有經驗去度假打工 這些青年朋友的經驗分享 能夠讓各位在出國之前做好準備 那我們現在也發現很多青年朋友 先到澳洲去度假打工 回來後他就到紐西蘭 然後再到日本再到韓國 哇他可以度假打工十幾年 十幾到十幾個國家 不過呢 不論你要到多少個國家度假打工 你必須是青年 所以趁著你還年輕 你還有這個權力的時候 好好的把握機會 也預祝各位 將來去國外度假打工 有一個非常美好 非常收穫豐富的經驗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的十二平常務司長 謝謝 好那接下來的活動呢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外交部 要針對我們現在目前度假打工 推動一些情形還有資訊 來提供給大家 那現在就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的 陳嘉燕 Q彈士 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外交部史次長 家裡部羅署長 還有渡化機構的代表 還有各位在場的紀念朋友 大家午安 那大家在聽過剛才史次長和羅署長的致詞之後 一定對度假打工有非常完整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一部 介紹度假打工短片 來去 我們小姐來去 我們來去 來去青年度假打工 朋友啊 度假打工是現在 青年最流行時尚的活動呢 別告訴我你還不知道 現在外交部已經和13個國家 簽訂了青年度假打工協定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全球跑透透 爭廣見聞 人生變得超級彩色的啦 所以接下來要跟你介紹一下 度假打工三部曲 度假打工首部曲 魔戒 不是啦 是出國前準備 俗話說得好啊 事前準備好 萬事沒煩惱 出國前除了一定要有護照 度假打工簽證 還要買好旅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畢竟事先買好保險 凡事就有保障 當然最好是費額不用 但需要時就不用煩惱啦 然後記得千萬要記得 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填寫 出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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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這樣即使身在國外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喔 最後就是要收集資料 了解當地國的各項相關法規 好 準備好了首部曲的工作之後呢 咱們就出發吧 沒準備的不准出發喔 度假打工二部曲 出國後注意事項 母啊 嬰兒啦 你走來 好 我就不記得了啦 好 你怎麼不記得了 出國後到了當地 記得打電話跟家人報平安 打個卡 順便也要跟台灣住當地的代表處 或是辦事處聯繫喔 像建立雙重聯繫 有事情才能通知你 什麼 人身在國外一切要入境水俗 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當地的法令規則 這樣才能萬事平安 沒事 還有簽署打工契約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耶 避免做黑工 也要特別注意 雇主有沒有幫你買打工保險喔 不然啊 被耍了你還在那裡 老虎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另外一定要注意七步五要 老師在講還不趕快 哇 重點 招起來通通背起來啊 尤其交通安全很重要 在澳洲 英國 日本等靠左行駛的國家 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啦 像過馬路時一定要注意 先看右 再看左 最好是兩邊都看清楚啦 開車的話 尤其要了解當地交通規則和交通號制 想了解更多資訊 你還可以上網查詢交通部公路總局 青年度假打工專區喔 還有啦 出國前 原來國內的健保最好繼續保 另外在家買適合的海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政府也已經開放透過網路買保險啦 詳細規定可以上 金管會保險局青年度假打工專區查詢喔 中共一句啦 只要七步五要做得好 包你度假打工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最後度假打工三不取之 荒榮歸國 回國後心中肯定是酸甜苦辣 忘不了 忘不了 那麼就趕快跟親朋好友道修補 分享珍貴的度假打工經驗和建議吧 總之凡是傳喝誰 度假打工就能Easy Go 想知道更多度假打工資訊嗎 那趕快上外交部度假打工專屬網站查詢吧 來去 我們小小來去 我們來去來去度假打工囉 大家看完這部短片之後 一定對於出國度假打工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這部短片我也很喜歡 每次看完心情都很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幾個真實發生過的事件 來跟大家介紹幾點 我們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能夠多注意的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就是出國登錄 就像剛才短片所說的 說了三次要出國登錄 這是對各位青年朋友是一項保障 因為登錄了之後 就如同剛才史次長說的 我們出外的同仁 如果說當時真的有需要協助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去速的 從各位登錄的資訊 找到當事人和他的家人 然後提供即時的協助 那我們領務局現在也有辦理出國登錄的抽獎 所以可能還有中獎的機會 那第二個也是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要構築保險 那這邊有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說有個人 就是我們的青年朋友在海外 度假打工的時候 突然感到身體不適 經過檢查他是整個為大腸細菌的感染 住院了四天之後 醫療費用要高達15萬的台幣 那還好這位當事人 他在台灣的健保還有續保 所以他有一些補助 另外就是他出國的時候 已經買了旅遊平安保險 傷害保險 和海外突發的疾病保險 所以他的這些醫療費用都不用他擔心 所以這是一個提醒大家很好的例子 那第二個就是也是一樣 有一位青年朋友在海外出了車禍 那出了車禍以後非常的嚴重 有多出了骨折腦震大 那還好也是他的出國前 還有像某某保險公司 投保的個人傷害保險 所以在這方面的醫療費用 你不用他多做擔心 那所有的這些保險的資訊 都在我們外交部的度假打工 專屬網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也包括今晚會提供的 在海外可以運用網路 投保和家保的服務 第三點也是剛才有提到 是盛選仲介 那也是一位新的朋友 他在想要出國度假打工 就在臉書上找資訊 他不然就看到有一個找公網的資訊 他就跟網站裡面的雇主聯繫 那當然這個工作的福利很好 他也就心難接受了 不過他這個部主要求他要先繳 125澳元的出租費 那他把費用繳了之後 忽然發現原來這個 他所要去打工的這個農場 根本就是一場騙局 所以要這個仲介 大家要找尋 仲介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那也是剛才外交部的實事長 有跟大家說明過 勞動部有一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查學系統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從外交部的 度假打工網站 就可以連接到 勞動部的這個網站 那上面我們可以找到 合法的仲介機構 那親戚朋友 大家可能有聽到前一陣子 媒體上面有提到 一些親戚朋友在海外 打工的時候 遭到剝削 或是有受到一些不當的待遇 那如果真的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怎麼辦呢 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我們新年度假打工 上面已經有設計了這個申訴管道 那申訴管道裡面 你如果點 點擊這個申訴管道裡面 會有三個選項 那我們會分這個國外 國內來做服務 國外的部分 你點第一個選項 他會出現 三個跟我們有簽度假打工協定的 國旗 的國家的國旗 那你可以選擇你所在國 點擊下去之後 就會出現 我們會整的 當地國的勞工法令 和當地國政府提供的申訴管道 那當事人就可以通過這些申訴管道 去做申訴 那如果是你要申訴的對象 是國內的仲介呢 就請點擊第二項 直接會連到勞動部的申訴專頁 那 矛盾部就會直接來授理各位的申訴 那如果說大家看完了這前面兩點之後 還是有疑問的話 也不用擔心 可以點擊第三點 然後選擇所在國的我們住外的管處 點下去之後就會連到我們住外管處的網站 那大家可以連到我們住外管處的同仁 我們同仁會協助大家來提出申訴 或是說在尊重當地國公權力的情形下 協助大家來追蹤各位案件的處理情形 那當然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到這個申訴管道 那如果說真的有碰到不當的待遇的時候 就請記起來可以透過我們的度假打工專屬網頁 去找這個申訴的管道來使用 那我們這邊提兩個真實發生的案例 就是當事人他到了出國打工之後 因為誤信的仲介刊登的不實招聘廣告 就被雇主以這個低薪然後高工時來剝削 那他就向這個當地國證的 當地的申訴管道來提出申訴 他是向這個平等工作檢查處來提出申訴 那最後這家公司也願意做出一些賠償 所以這個管道是真的實際人家有使用過的 所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一個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就是讓我們的經典朋友到國外 就將旅行社去打工 這個旅行社就剝扣了這個當事人的工資 那不只說只有台灣人的工錢他剝扣了 包括香港、德蘭、義大利的一些背包客人 都被他薪水都短付 那這個當事人他也是透過了這個當地政府的 支出管道去提出申訴 那現在法院也判決他可以把這個記憲的工資給拿回來 那第三點要跟大家 對不起 第四點要跟大家提醒 要尊重當地的法令和交通法規 我們主管 前陣子也接到當地警方的通知 就說我們有國人 持度假打工的簽證 結果到當地去做電信詐騙 那被當地警方破獲了 那現在祖賢啊 現在還被被積壓等著要出庭 那當然其他人已經被註銷了這個度假打工的簽證 簽反回到台灣了 那大家如果有從事這個違法的行為 不僅影響到個人的權益 而且也影響到家人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來避免 那另外就是要提到交通法規的部分 因為就像剛才影片所說的 澳洲啊日本啊英國啊 他的駕車的方向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而且各個國家的交通套制和交通法規 都過渡過潮也不同 所以我們希望青年朋友在要駕車上路之前 一定要熟悉他們當地的交通法規 這邊也是一位青年朋友 因為疑似沒有遵守當地的交通套制 然後遭到撞擊 那也受到非常大的嚴重的傷害 那當然我們的主管也提供學主管 現在這位青年朋友也已經出院了 那另外一件也是一個交通事故 因為應該是對交通的方向不熟悉 所以他的駕車、車子偏離的車道 然後翻車也造成了一些死亡的事件 那我們的駐外女同仁處理了一些交通的事故 那有些場面真的讓人家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們在這邊真的提醒大家 也一定要對當地的交通套制要熟悉 那在這邊做一個廣告 就是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 現在給我們的免簽證和落地簽證 或是其他簽證便利的國家和地區 已經到達了153個 所以我們的護照真的是非常好用 在國際上也是人人稱賢 不過這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好好的包管你們的護照 因為小偷也覺得他很好用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83個國家和地區 可以跟我們用免事可以換駕照 所以現在國人出國真的可以有很多的便利 那我對這個護照打工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副參事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又邀請到我們幾位的青年朋友 他們曾經到國外出國在打工 那今天來到現場 也跟我們先生說話一下他們的一些寶貴的經驗 好 那我們首先先歡迎有到過愛爾蘭的林圈農民先生 你來個掌聲歡迎 嗨 大家好 我叫林晨龍 然後我去了國家是愛爾蘭 愛爾蘭我相信大家 請問大家知道他在哪裡嗎 因為我真的在國外 真的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是不論這個亞洲人 沒有什麼人知道愛爾蘭在哪裡 他是一個奴隸國家 跟英國不一樣 他不是英國 那一樣他的授權 他的申請方式很簡單 就是上愛爾蘭的移民局去申請 基本上都會過 所以沒有什麼難的 但是是裡面有四百個 我去的時候是第二屆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去的人不多 但是現在可能比較多人 所以就是我覺得他是不錯的國家 可以去考慮看 那基本上他很多人會有疑問說 為什麼要出國 或是為什麼要出國打工 出國讀書是不是比打工好之類的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經濟壓力 但經濟能力的話 出國讀書當然最好 因為玩的東西跟出國打工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出國真的就是去看世界 你要走去哪 尤其是你一個人的時候 在歐洲又可以走得更方便 那要先出國還先打工 因為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是當晚兵 不然又是大學畢業 就會不知道什麼要幹嘛 我相信我也是 然後呢 但是我想出去走一走 然後想要去看世界 而且我很喜歡歐洲 所以我後來決定選愛爾蘭 那我覺得出國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應該是說 你們想要什麼 像我 我想要的是去旅遊 去很多很多的國家 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是 比如說我想要去打工 我想要去賺錢 我想要去賺完錢後 再去某個國家讀書 我相信我身邊有很多這種朋友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會有 或是你們本身自己有這個想法 那我想介紹一下愛爾蘭 他在英國的左邊 他不是英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通常都會說 你去愛爾蘭 英國嗎 不吃 但是上面的北愛爾蘭 就是屬於英國 這點要記住 他的1920年的時候 愛爾蘭就獨立了 但是他是一個 跟英國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 但他沒有雜質結果 唯一跟他比較像的地方 是蘇格蘭 那在出國很多人會覺得說 玩樂重要還是工作重要 因為說真的 大家講到的經驗的話 在澳洲工作 錢賺最多的 歐洲沒有 以愛爾來講 他的法定行事是 8.6的歐元一個小時 但是其實換算台幣一個月 大概也就五、六萬塊 這個工資在國外 你如果沒有要存錢 出國旅遊的話 非常的夠花 花得很爽快 但是如果你要旅遊的話 還是要省一點 這是真的 那如果以玩樂為講的話 我覺得在 在歐洲太方便了 他的廉價機票 非常的便宜 就是你基本上 有時候你如果在遇到特價的情況下 一張一千塊的機票 你可以買到 賴慧寶寶的機票 那這是愛爾來的文化 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和之物 我記得 大概前一陣子 在台灣也有說出來 River Dance 去年剛好是他的二十週年 非常非常的厲害 看了會讓你覺得很美 然後 這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我相信很多人 應該大部分人都看過 PSY 這個地方就是他拍攝的場景 叫做Vico 國家公園 那愛爾蘭 說真的 他先進的東西沒有很多 但他唯一漂亮就是自然景色 不管是在東西南北 他都有他特色景色 也有五千年前的前 就是古蹟 然後也有就是大自然風景 還有目前在世界上 十大的莫赫斷崖也在愛爾蘭 然後 像這個就是他們的 國慶 所以算他們的國慶日 他們叫做 St Patrick Day 那天就是全國放假 全國遊行 對他們來說 St Patrick 就是所謂的聖三一 在基督教中非常的重要 那有很多節日 其實都是從愛爾蘭來的 像我們馬上就要到了明天的萬聖節 也是有愛爾蘭 愛爾蘭有東西 不只是風景啊 他的酒也好沒有明 我不知道你們喝不喝酒 因為我很愛喝 尤其我當初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本身就是在接觸調酒這塊旁邊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這顆酒 所以讓我這個有一部分 去買選擇愛爾蘭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要選哪個國家 現在這麼多打工的國家 你要去哪一個國家 我覺得都很好 你只要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目標 想想自己去看的東西 我覺得 就去吧 這就是他的Guinness 黑啤酒非常的有名 就跟蘇格爾跟威士忌一樣 都非常的有名 那我最近很多人會想問 出國工作什麼 也許澳洲跟英國還有加拿大跟日本 是大家非常非常多 又熱門又想去的地方 所以資訊特別的多 那如果像新開的 愛爾蘭、波蘭、斯洛法克 匈牙利、奧地利 這些地方 你們要說工作怎麼找 說真的 我是第二屆的人 所以我當初去的時候 資訊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大家 就是在台灣人都非常好 所以只要出到國外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所以當初我們在找工作 或是有不同資訊的時候 都是有第一屆的人 來問我們去問第一屆 他們就會很熱心的告訴我們 那工作怎麼找 像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是做白工 所以我沒有做 沒有做白工 但是後來就是做白工 薪水一樣 那他們一樣要喝水 只是我覺得不用擔心的是 他的稅都會不會全部退回來 因為幫你損了一些錢就對了 真的就是招慢再招 不要再去問 就是 什麼要不要先招 我覺得不用 真的到那邊再去找就好了 那還不知道住哪裡 大家現在應該也很多朋友都在國外 就是出國打工 服飾 whatever 之類的 所以很重要的 大家就是靠朋友 不然就是一開始 像我一樣一開始就是做Hostel 然後不然的話 他們有一個叫做Cost Serving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沙巴克 他有一個網站 只要有登錄之後 就可以在裡面 就是去找當地的人 比如說你要去某個國家 假設我去愛爾蘭 我可以在愛爾蘭找 就是有沒有愛爾蘭的 就是在住在愛爾蘭的人 願意就是所有一晚之類的 那當然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們 分享不同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他還不錯的經驗 那就像每個國家 都會有他們的資訊一樣 愛爾蘭一樣也有 在Facebook上面的話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社團 你可以自己去找 然後上面就有很多資訊 也有非常多的人 上面躲的那些朋友 都會很樂意的回來 沒有問題 如果不認回就問 或是要問我 也是可以的 那就一樣 說真的不用怕交朋友 有些朋友 真的都在國外人 像那個中間的女生 她就是波蘭人 我在剛到愛爾蘭的時候 一開始就認識了 左邊的人是香港人 所以說真的 在國外你可以遇到的話 不是只有自己國家 或是那個國家的人 基本上你可以遇到全世界的人 像我也遇過從非中非常小 我也沒有訂過國家的人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不同的人 那如果你們很喜歡唱歌的話 國外也可以提到 不用太擔心這東西 那一樣就是 相信出來出國 大家都會想說 什麼交朋友怎麼去玩 但是我覺得 就是交朋友不用太心急 真的你怎麼樣 都會遇到一群朋友 就像聖誕節 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有印章藝人 有韓國人 有亞洲人 之類的 那下面的話 是聖誕節 我們一樣為大家 一起出來吃飯 這是國外 就是在台灣 有時候比較難 體會到的事情 是個非常好的景點 那你也可以在國外 有時候像我這個是 遇到一個 在Tony裡面 一個免費展場裡面的畫家 他可以幫你畫畫 換你當天船 但不是很像 然後去旅遊 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可以做Hustle 可以認識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這四個人 這三個人都是我在Hustle 那一天認識的一日石油 但是你就可以認識他們 可以出來玩 可以分享每個國家 不同的文化 跟你所經歷到的事情 像那個男生是來自一個 東歐以上的國家 土尼西亞 一個是加拿大人 一個是Belist 那每個任何國家 文化都不一樣 你可以聽到的東西 就非常的多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東西 去分享去別人 那這個做非常好用的東西 是他之前就是你旅遊 在歐洲旅遊 最方便的就是做飛機 又便宜 RingHair 就是非常好便宜 然後去電腦 然後上面那個Plan 叫Sky Scanners 可以讓你去抵架機票 然後我個人出去旅遊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最常用的就是Hustle World跟Airbnb 那這兩個東西 就會讓你就是 非常旅遊 非常方便 那後面這邊是我去玩的地方 愛爾蘭 蘇格蘭的尼斯湖 然後阿底鐵 阿 沸沸大分中 最後 比如可以一個人走也可以一拳走 然後朋友哪邊也都有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去交朋友 語言問題絕對不是最大問題 重點是要你們來講 最後 然後 就這些勇氣走出去 最重要 還有心態 不要怕就對了 那 我結束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要邀請到的是 由到英國獨家打工的 廖信雅廖小姐 請大家來給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教教信雅 我是 剛從英國打工獨家回來 然後其實我主要是在戴士頓 我在愛丁堡住了兩年 那其實很多人 就是各個單位他們在宣找打工獨家的時候 他們都會想要說是以旅遊為主 然後打工為主 但是我主要是 我會一直待在愛丁堡的原因是因為 我考慮到我自己個性的關係 因為我比較內向 所以我在適應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對於文化的融入 不算太難 但是我覺得我需要一點時間成年 而且我喜歡跟人比較深的交流 所以我選擇 我後來選擇待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以愛丁堡為中心 到更地方去旅遊 那我等一下會再多講一點點 出國前的準備的話 我覺得 當然他台同學就有講到說 你選擇哪一個國家 其實都應該都是 都是會有很多收穫跟學習的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理由是什麼 那我自己會選擇到英國打工旅遊 是因為我一起來都對英國的文學 跟他的戲劇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當初知道英國開唱打工旅遊的時候 我就非常高興 我就說我一定要升級 因為其他國家的相較之下 我沒有那麼大的限量 那剛好也有三十幾年就可以升級 那我覺得有一些比較需要考慮的點 可能就是像我這邊列的 第一個是地形跟氣候 我覺得因為這是不可改變的因素 但是他每一天都會影響著你 你當然如果你是短期到那邊旅遊的話 這或許影響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因為我在那邊住了兩年 所以我有看到非常多朋友 尤其是從地中海來的 他們都非常受不了蘇格蘭的天氣 所以住一陣子之後 他們就會就開始有運氣 所以以蘇格蘭來講的話 他的地形 他主要是分高地的低地兩個部分 那埃丁島是在低地的地方 所以他的地形相較之下是比較平坦的 但是他還是有非常多的山坡 因為他是火山地形 那氣候的話 因為英國他是受到養油的影響 所以他一整年的氣溫變化並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是偏低的 因為他的緯度跟俄國跟挪威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夏天的時候大概就是15到20度左右 那如果就是非常沒有辦法適應寒冷天氣的人的話 或許就是要三思 你如果要去英國的話 你是要去哪一個地方 因為突然真的很冷 那如果你怕冷的話 或許就是去英國 英國來的南部會比較適合一點 再來的話就是像口音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還有因為英國他其實是由英格蘭 蘇格蘭 北愛爾蘭還有威爾斯圖稱的 那其實每一個地方的口音差異都非常大 就連可能隔幾個鎮 那口音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其實連蘇格蘭的口音 因為英格蘭人都覺得很難聽懂很久的時候 所以可能就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當然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克服的 但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調適 所以這也是出發之前可能需要了解的地方 然後再來文化跟明星 我為什麼會寫這個呢 因為其實歐洲大家也都曉得 就是今年暑假 有非常多難民就是湧入歐洲 所以在對歐洲各個國家來講 他們現在移民的問題都是非常 非常迫切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當地的人 到底對於國外來的人 他們是什麼樣的態度 當然因人而異 但是就是自己也要做好行李 因為在台灣相較之下 是一個比較單一性民族 當然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 但是通常我們 因為通常身上在這個環境 我們比較常會去討論到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會遇到一些不太公平的對待 或者是因為別人不了解 他就是用刻板印象去面對 所以那有的時候我覺得不需要太 他並不是針對你 所以也不用太沮喪的心態去面對 再來的話就是 當然剛才很多人都已經提到說 出國之前需要辦保險 或者是做出國前的登入 那你到了你去的那個城市之後 其實你也可以找當地的一些大學 可能有台灣同學會 可以跟他們聯繫 當然不只是他們可以在一些生活 其他的事情幫助你之外 他們有的時候也會有一些活動 因為是團體的活動 所以有的時候比較便宜 就可以跟他們一起 就是大家巴士或什麼 到一些地方去旅遊 然後心理準備的話 我覺得當然基本的規劃是要做的 但是其實自己的心態也很重要 就是你做了計畫 但是計畫永遠感不上變化 所以就是要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那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用太緊張也不用太挫折 就是事情問題是一定可以解決的 然後這是在英國市中心的景色 我非常喜歡保護者 其實我去打工女國之前 我從來沒有去過英國 但是我就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他雖然是蘇格蘭的首都 但是他人口還蠻少的 大概只有50萬而已 而且他的市中心很小 所以像去哪裡的話 走路就可以倒 所以我那邊練腿 練得變很多 一天到晚會保護 到了英國之後 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 申請Anna Youngberg 就是他的 有點像是成分證的東西 但你如果要找工作的話 一定要有這図號碼 我去的時候其實很幸運 那時候做這些申請都很簡單 你只要打電話去 跟他要一個單子 填好單 寄出去以後 他們兩個禮拜之內 就會給你一図號碼 就可以去工作 但是我離開之前 我就已經聽到很多人說 現在越來越嚴格 你提出申請之後 他還會要跟你約面試時間 可能因為最近這幾年 移民人數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開始把文法等到嚴格 再來就是銀行帳戶 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Facebook也是一個 有點像本市場的頁面 他叫做英國打工度假情報站 那他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可以參考 然後對 然後當然就是 找工作的時候 然後 我當初選擇去 在英保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根本的大小是差非常多的 他的產業其實也比較少 相較是比較少 他主要是以銀行教育 然後政府機關那些機構為主 所以如果沒有非常特殊的技能的話 在那邊比較 相較是比較難找工作的 所以我投履歷 投了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發現不行 因為那時辰大海 所以我就印了我的履歷 然後走到路上 看哪一些餐廳 或者是商店 他們有在評論 那通常這種方式 就會簡單很多 你很快就會得到回應 然後我其實也是有 對那個庫主沒有付錢過的經歷 所以 英國有一個單位叫做 Citizens Advice Girl 他就是可以幫人處理一些 就是像金錢上糾紛 或者是租屋 找工作 任何跟法規有關的東西 你們都可以去尋求他們的協助 他是免費的 但是就是要參與問 他或許會有一些提供翻譯的服務 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自己 是比較喜歡文化能力 室內還有文學類的東西 所以我去的時候 主要就是以這些面向去找我的活動 像City Council 他們的市政府 他們有提供很多很便宜的課程 像語言課程 或是你想要學一些才藝 他們都有很多 然後 上下是整個英國都有一個組織 他們是專門在管理一些古蹟 或者是自然景觀的一個組織 那如果你加入會員的話 你可以年 就是一年大概三四十磅 然後就可以 無限的去看很多的景點參觀 然後提一下 好這些可能恐怕沒有時間講到 但是等一下有智慧的話 我就可以再講多一點 其實我照片太多了 所以我只是隨便挑一些 如果大家對武器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去National Trust 或者是下面出來有一個叫做 Historic Scotland的組織 然後他們就是有很多 這其實看到之後都會覺得好像都是廢墟一樣 但是就還蠻好玩的 因為他都有非常多的歷史解說 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更了解當地的歷史發展 然後這是高底天空島的那個 然後這次我再說個來拍一些狀況 其實要找人的話交流的機會 真的有非常多的資源 你在網路上啊 或者是透過工作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當然因為我是紀錄的關係 所以我也透過教會參加了很多像登山 或者是寫作俱樂部之類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然後對我覺得出國的話 就是訓練自己用更開闊的方式跟人互動 然後這是我跟教會的一個轉圈隊 去安德巴托維亞轉圈的場面 我們全部的人都是不同國籍的 然後這是我在工作的地方 跟同事合照 就是離開之前 這也是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 好相當精采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我們的 李常昭李小姐來跟我們做加拿大 度假打工和經驗分享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Joy 我是在去年到今年這段期間 來 待在加拿大一年多的時間做完工作就好 那 資訊員先被照片擋住了 我有大概說一下 那我主要是在溫哥華這個城市 在那邊工作了一年左右 那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在整個加拿大的部分 從西亞到東亞 我也都有去旅遊 那去加拿大打工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他離美國很近 就是基本上就是鄰居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旅遊 那美國我去比較少 因為我比較希望會在加拿大 那這個就是我其中一份工作的照片 那因為這個是比較特殊的案例 那希望跟大家做分享 那因為這個是 我是當跆拳道的講師 那他本身就是我的興趣 跟第二段查 所以我在到那邊的時候 我突然有個靈感說 你不能在那邊找到我自己本身 喜歡做也很擅長做的事情 那那邊的武術風氣沒有那麼盛行 但是還是有比較少數 那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同樣一個東西 從亞洲過去 那你會發現西方國家 他們不同的教育文化 跟整個就是他同樣一個東西 可是他被轉變成西方的Style 那是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 左邊是我跟學生 那右邊是跟同事的合照 同事跟老闆 那這邊是基本的 打附價的申請資格 B 加拿到來說 那他的年齡限制是B 其他國家還寬 所以已經有超過30歲的朋友 那是個很好的選擇 那其他相關的規定 有詳細的調整在你們兩個 聊到小冊子的話 第57頁都可以參考 那這個就是這個地圖的部分 現在目前打工副價的大眾 會在多倫多跟溫哥華 那溫哥華的話 在西岸的沿海城市 那多倫多主要在東岸 那就是大家稍微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也是目前熱門打工副價的城市 他的最低薪資跟稅率 那每個其實每個地方 我覺得每個層次 也沒有說到哪邊工作比較划算 因為其實很多他你的收入跟 你的收入跟物價 他是相對的 那本身以溫哥華的例子來說 我以我的生活型態 我的花費會在台灣的兩到三倍左右 但是那時薪等化其實也是兩到三倍 所以就會 相對之下 生活水平是差很多的 那這邊交通的部分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 都是有一般的捷運 那地鐵像三櫃這一種 那公車或者是C bus 那C bus比較特殊 是因為在像溫哥馬道 有一個溫哥馬島那邊 它是一個小島 所以你需要做海上的bus通勤 它有點像是就是小戶輪這樣子 那其他其實飛機在那邊很普遍 因為這樣那時來太大了 那你到我們來各個城市 會需要坐飛機 比較就是比較精進的做法 那火車也是 也是一個很值得體驗的事情 那只是說現在的價錢 其實火車已經快比 就是差不多跟C機一樣貴 或是比較貴的 所以很多坐火車的人 同樣他是想要體驗 或者是坐長出旅行 從西岸坐到東岸這樣子 那其實整個坐火車 它建造的過程是當初是為了運送使用 所以就是從西岸跟東岸分別建造 一直到加拿大中部 就是中部會集結起來這樣子 那對bus的話就是 租車的話 在今年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政策改變 就是在溫哥華跟另外一個亞歐拉省 那台灣的護照 你帶過去可以直接換那邊擋地護照 那因為之前是要重新考 所以到這個今年就是今年之後 過去的朋友就是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換那邊的駕照這樣子 那國際駕照的話 還有一個特別要講 你去不同的省份跟城市 你要注意他們當地的規定 像你問跟馬來說 你國際駕照只能用三個月 所以要注意這樣子 我說的三個月是指你入境當天開始算 那所以你如果三個月之後又有出境的 那就是他會再從計算至三個月 但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保險的部分 前面很多打官有提到 那加拿大我會 很多官方是建議說 我們可以買當地的保險 這樣子是 比較跟當地的連結是比較 比較有連結 因為那不管你在那邊有問題 或者是你現在找不到聯絡窗口 那你買當地的保險來說 就是比較比較核心的做法 那這個我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有一個很很熱門的 打工庫價版也是在 Facebook上面 那他是 現在Facebook 打工庫的 加拿大部分最大的一個版 那上面 上面這一位就是版主 這樣子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 可以現在加上Facebook 這個粉絲專頁 然後 有問題都可以喜歡版主 或是 Toto版主也可以找到我 如果想 對我的經歷有興趣 那這邊我覺得 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想跟大家講說 很多人覺得 好像 出國 打工庫加一年 然後 人生就會有非常大的分別啊 或者是你可以從 Rutzer那邊 Winner 那 我覺得這個 最重要的這邊還是 你的態度 那 我也是 去那邊有看到很多人 他可能 他做了三份工作 每天自己積業 他可能真的想存到一百萬 但是 他真的 就是這整年都沒有出去玩 那我覺得會有點可惜 因為 你在那個 這麼不同 不同的國度啊 那個 很多文化 你都可以去體驗的 那 還有像 英文的部分 當然 嗯 嗯 其實 只要敢講也 沒有問題 那 像我提到的工作是 呃 當武術教練 那 其實 我碰到的錯 可能比一般人還多 因為 你必須要跟所有的 學生講 跟你 然後連續講 三四個小時都是英文 那 當你遇到你不會講 你的單字怎麼辦 你要怎麼 你不能中斷啊 那 原來聽了中文 你還是要想辦法 讓學生聽懂 那 所以就是 這次你就要 指出各種 不同的人 不管是別人畫起來還是 那個 就是 brainstorming 那 那這個是 也是很有名的 極光 極光活動在 銀杏浩道的黃刀陣 是可以看到的 那 銀杏浩道其實很多地區都可以看到極光 這個是 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在台灣是沒辦法 那 這就是一些國外的活動啊 像 冠聖節跟 嗯 天旦節 在他們那邊都是 很盛大的節日 那 那他們都會 盛裝出席 不一定要出席 馬里 你再走在路上 全部的人都是 都是盛裝打敗的 所以 在那幾天 節日的那幾天 其實 你會覺得 穿一般地步走在路上 是你不正常 對 很自然會融入跟他們一起 這樣子 那 呃 還有這個 有兩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螺旗腳踏車跟 國際無庫路 這也是 他每年 也是一年一度的活動 就是這樣 大家會 會去辦不同城市 會有不同的日期 那 這個就是 呃 還蠻酷的 可以 可以看看 雖然說 我有去看 但是我沒有參加 可是還是很 不一樣的體驗啊 尤其是 呃 無庫路他是 那一當天 全部的人都 呃 只穿內褲坐車 那個 就是做 在做大眾交通工具 那真的是 非常的 好玩 對 呃 那這邊還有 我在技術家裡的照片 跟 我在語言學校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去語言學校就是 呃 教朋友跟不同國家的人 交流 他的效益來了比 呃 比念書好 就是說 對我來說 最大的收穫 是 交到很多不同文化的朋友 那其實我在語言學校的時候 英文沒有經過很多 是真的在工作之後 我的英文就有 就很緊張 對 那下面是著名的 加拿大路易斯湖 那下面還有一個 嗯 美國的 郁金香姐 也是每年都有 那 分享給大家 那這裡還有一些戶外活動 呃 滑雪也是很盛行 大概冬天 好 到這邊結束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到日本度假打工 我們掌聲歡迎宋佳榮 宋佳榮 我覺得比本名還要來的親切 那 我最初也選擇去日本呢 是因為我從小看了動漫的 譬如說相關啊高手這一類的動漫的影片 那日記日美之後就覺得 欸這個國家離我們很近 但是 呃 我們看了很多的日劇啊 綜藝節目啊 就覺得他們的文化跟我們很接近 但我還是不了解 那 後晚因為學姻緣際會的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日本 那 這邊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我的簡歷 呃 就是因為他的動漫之後呢 就開始自學了日文 那在高中的時候開始就是 因為那時候學校才辦 第二回國有要感謝教育部 應該是那個時候的政策 那有接觸到很好的日文老師 那他有介紹說我們可以去參加 呃 日文檢定的考試 那那個時候的日文檢定啊 還算是四級 不像現在有什麼N1到N5 那我就從高二的時候 我就一路一年考在一級 慢慢考上去 大學的時候考過檢定一級之後 但是 嗯 現在我現在英文也很好 因為我也沒什麼資金去考英文檢定 但我就算考完了日文檢定 接下來我進到了公司的職場 我曾經做過飯店的 國際飯店的服務人員跟 日本的那個動漫公司的代理商 在台灣 那我的工作內容 需要跟日本人做接洽 我大概當了四年的日文窗口 但我的日文並沒有很好 所以我才想說 我必須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到日本去了解這個國家 為什麼我在工作上面會遇到 跟日本人的窗口聯絡很不順利 我是不是不了解他們的文化跟習慣 那另外也是要想要給我自己一個 算是一個夢想成真吧 畢竟從小接觸他文化很久 到卻從來沒有真正去了解他 因此我就去申請日本的 然後公讀家簽證 那在出發之前呢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 像國內 我那個時候是上我的公司 申請留職平息 那我也很感謝那個時候的公司 他給我很大的支援 就是有幫我hold做的 那是我的工作職位 那所以我就再把我的家庭跟 還有像國內可能我有一些什麼 持續要繳個費用啊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也快要結婚了 還要跟我婆婆過來 婆婆說拜託給我一年的時間 我要去日本闖蕩一下 所以就是在我要出發之前 得到很多各方的照顧 然後接下來就是當你簽證啊 這些該準備都準備好之後呢 機票跟住宿的地方 以及你可能如果我今天到了一個外地 但是我找到工作 或是我不曉得去哪裡找朋友 那你會有一筆 你會需要一筆就是集用金 可能這個集用金是讓你 一開始的第一個月或是第三個月 每個人自己抓 會有一筆這樣的費用 起碼我每天去旅遊啊 去找工作啊 交通的來回啊 吃飯的錢要夠 所以這邊也要先做好準備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出發到回來的時間 非常的短暫 雖然日本的簽證可以去一年 但因為我接下來還要回台灣 要處理一些結婚啊之類的事情 那我先規劃好 我只能在日本停留八個月 所以我就把這八個月的時間去分段來處理 那這邊我的第一站的規劃 我除了當初要出發之前呢 我也有來參加類似像今天這樣子 由政府機關所辦的講座 那我也有收集很多資料 另外我有到網路上面去找一些 代辦單位的資料 因為他們都很樂意的去分享給大家說 你要出國到一個新的國家 你要注意什麼 當地的一些 美美咖咖 這些通通都是免費的資源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像剛剛前面長官有提到 有一些單位呢 他就是想要Pay你的錢 所以他都跟你說免費 所以一定要先慎選這一些代辦的單位 那我的第一步的規劃呢 我除了是去搜集各個的 出發前的準備 因為其實像日本真的很近 但是你真的要一個人去那邊生活 你還是會緊張 我參加了一個在台北車站附近的代辦 那他的代辦的 除了有免費講座之外 他還有提供工作的媒合 那我把我的工作的能力 比如說我會講日文 那我曾經在國際飯店有服務過 那簡單的英文是可憐的 那我另外又想要找一個 非常短期的飯店的工作 那就經由這個代辦公司 他就提供給我一個在星系 星系就是有好吃月光明的地方 那他其實是會在大概大阪京都 就是在日本西方的北邊 非常上面 對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我接到了這個工作之後呢 我就參加網路面試 那我就用Skype 那跟我面試的是一個大陸人 所以你也不用怕語言不通 然後我收到了錄取通知之後 我就安排好機票就飛到日本 那飛到日本之後就開始第一個工作 那我結束了這個為期一個月的工作之後 我就再往下一個都市前進 那這就是我出發的樣子 就一個人一個玩具 然後一個背包行李箱 我就衝了 就非常快速 那工作可能照片有一點小 那如果之後 待會會後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把我的那個Flickr的網址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 那那個地方真的就是只有大自然 大自然還是大自然 然後在左邊那邊的照片 有小小的人影 他是我們那個度假飯店的工作人員 那我主要是在餐廳做公餐的服務 這個地方在冬天是一個滑雪場 那他夏天會短暫的開放 那開放給很多想要來避暑的民眾 而且我們那個地方很妙的是 他只有非律賓韓國還有很多人都外籍的太太 他們都來到這個地方就是一起工作 所以我的工作內容呢 不只是跟日本人接洽 還有跟這些外國的太太一起接洽 他們都非常照顧我 那我之所以會決定要去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我想要先加入日本的社會 然後瞭解日本的工作環境跟態度之後 我有人可以起叫 我才有辦法再去下一個地方 去找我的工作 後來我就自己去找工作了 我先決定我要去的都市 然後在開始上去找一些工作面試的機會 然後我就衝了 那因為我很喜歡動漫嘛 然後日本有一家非常大家的動漫連鎖店 所以他的官網右上角就說 我們不要找大公仔 所以我就按照他的一些資格條件 就去申請 然後我就通過了他的書面面試 然後也通過了直接的面試之後 我就去上班了 那在工作的時候呢 我追了很多在台灣沒有辦法去追的活動 比如說什麼深憂的體驗講座啊 一些語言學校的學習 那在這個時候又想到 哎 你要找房子 房子也麻煩 我考慮的是我的交通時間跟租金 以及我的環境狀況 我原本想要在東京生活 所以我又來到東京 然後呢 又找了一個想要住的環境 但是有點遠 我最後住的地方 在神奈川縣的川崎市 他如果以台灣來說的話 比如是台北到桃園化到新竹 我每天要搭一個多小時的車 上班就趕他 所以來回就兩個多小時 雖然有業務院 房子又沒有很大 可是他的環境很好 他的腹肌有大自然 然後有商店街 就非常遠方 那在日本的生活 要注意就是 第一個大前提 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他們是真的很討厭這件事 就算你是外國人 他聽到你講英文他會害怕 但其實日本人並不是那麼了解台灣 他會以為 蛤 台灣你是泰國人嗎 然後他完全不認識我們台灣 所以你要做好就是 我們就算是外國人 但是到了國外 還是不能造成別人的困擾 而且日本其實有一點台灣 所以我們是真的很努力 要去融入日本的這個環境 那你要記得就是 你像我從星系移動到東京 那你要移動一個城市的時候 你一定要像當地的 像去摸索的地方 你一定要辦遷入跟遷除 不然他找不到你 接下來有一些睡機 那有一些發展 也是蠻麻煩的 那像我那個時候有去申請 就是我會繳日本 國內的健保費 但是我並沒有繳他的國民年金 因為他的國民年金 如果繳我一定是 比如說20年之後他會退位 但我就跟他說 我只會待八個月 我繳了這個年金 我無法享受到他的福利 無法享受日本政府給我的保障 所以我希望能夠補教 那如果遇到很好的辦事 可以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這都是可以去爭取的 那如果你今天在日本的生活 真的遇到很多問題的話 我從BTS的討論社團 有一個打工度假的一個討論辦 跟一個FB的社團 他是日本的這個部分 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協助 那我結束了我的工作之後呢 就我準備要回台灣了 那我就有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像一個人的旅行啊 然後去體驗上課啊 然後像這個是我到 大法去參加一個動漫歌手演唱會 然後在我居住的附近有一些 像大眾的澡堂啊 還有一些商店街啊 然後我去了女僕餐廳啊 貓咪咖啡廳啊 之類的地方 然後跟在日本的台灣朋友 一起去看土台卡龍展啊 那些英文類的東西 那我最後要離開日本的時候 要記住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最後 給自己在日本的FREETIME 大概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我就準備了背包旅行 那這是 東京的話 在最右邊一個點點是東京 那因為我最後要回台灣 是從那個大阪的關係機場離開 所以你看到這邊 他有畫點點的部分 我幾乎都停留了兩三天 我花了兩個禮拜 就是從東一個人玩 玩到西 然後再從大阪回台灣 這樣子 那一個人不停 對旅行是真的非常的愉快 只是我在神戶的時候 有遇到外國人大傘 那他其實是惡意的大傘 那陸面的外國人 陸面的日本人 他也會幫你 所以你要自己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這張圖片的左邊 下面有一個方形的綠色的卡片 因為是我們在日本的債留卡 我們要入境日本的時候 他判了你的簽證 他就會合法給你債留卡 給你債留卡 給你債日本的身份證 那我要出彎回台灣的時候 他就把我剪掉 他把他把我丟掉 我說 你可以給我拿紀念嗎 所以就把他帶回來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們人在國外 你一定要做好給自己 要給自己一個 算是國民外交 因為全部的人 他不可能認識你 但他就會記得你從台灣來 那你當然回到台灣之後 像我會固定的 會寄一些禮物 包括回去我之前工作的單位 就是謝謝他們的照顧 那我在日本的一些生活體驗 我就是繼續帶過來到現在 那我現在也是從事跟動漫遊商館 有夠工作 那希望今天的經歷可以幫助到 很多想要去日本的人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掌聲 歡迎我們的陳明凱先生 來做我們澳洲的獨家 兩個經驗分享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陳明凱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澳洲 然後我的經歷 比較奇妙一點 那我那個時候 那我那個時候 跑到澳洲去打工度假 然後存了一點錢 是真的有存到錢 存了錢以後呢 回到台灣來 我就寫了一本書 就是那個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然後寫了一本書之後呢 那個 我就繼續工作 然後我用我澳洲存到的錢 跟工作的錢 我就跑去 申請英國的研究所 所以跑去英國念書 然後去英國念書 回來後 我就寫了一本 那個 英國打工度假 跟留學的書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關於在國外生活的經歷 還有在 英國跟澳洲這兩個國家的經驗 我都有 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但是主要今天要在澳洲了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澳洲 真的 因為去英國 跟就是 去英國跟澳洲差別其實蠻大的 雖然都是英語系國家 可是澳洲你看這麼大 他是台灣的兩百一十六倍 真的是非常大 那 那個 他主要都是大自然景色 所以然後 那邊的人 你也覺得心胸比較開闊一點 打工 那個 Norris 他都不會覺得說事情好像很大條 這樣子 那那個 我曾經有朋友他去工地打工 然後他們的那個 他是在台灣是做那個 建築的 技師 他有考到那個 什麼 結構技師 然後他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工地 他就說看一看 人家工地是怎麼施作的 他發現 比我們台灣的散漫許多 這樣子 真的這樣嗎 他說 他們該做的都有做 可是 然後做完以後就在工地喝啤酒 我說這不是不可以的嗎 他說到時候都這樣 那 那 可是像英國他們就是一個比較嚴謹的社會 所以你的自由度其實沒有在澳洲那麼高 你在澳洲你要買一台車 然後出去玩 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你在英國 你要做到一些事情 可能限制比較多一點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那 我看你要去澳洲之前齁 其實不只是去澳洲 你要去其他國家 你通常都要先做一些準備 那有些準備 他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非做不可 你不做就不能出去了 這種通常都不太需要準備 因為 你想要出去他就會推著你 就像那個 你要用簽證 你要用機票 那 有些東西是次要的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比如說 你要先準備一筆錢 然後 保險的部分 那 保險剛剛那個 許多人都有分享 我們都在講 那 行李衣物電線 你要去想說 我接下來我要去到那邊 我需要帶什麼行李 那給大家一個 比較好的那個 那個 你可以試試看齁 在台灣 出去玩 然後你去 比如說你剛才 如果你要出去了 你工作辭掉 你去台灣 出去玩一個禮拜 你這次禮拜想想說 我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你會翻臉很多東西 都不需要帶 他就說 我要帶整組的 什麼化妝的 什麼阿哥 你去的都有啊 那個 當然有些東西是只有在 那個台灣才比較方便 你去澳洲 你要找那個 橡皮筋 居然難找 這是很奇妙的事情 像我們襲衣袋 都沒有 在異國都買到襲衣袋 那 像 電器啊 那些插頭 其實我們 就是 在做準備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會去理解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趣 就是短期計畫 其實那個時候 我要去澳洲的時候 我是沒有什麼計畫的 就是 我就工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 看學弟去澳洲 那麼好玩 工作覺得 做到現在好像 遇到一些瓶頸 那怎麼辦呢 我想出去走走 所以我就傻傻 我就跑去 其實我都沒有做什麼計畫 我連澳洲 他的一些什麼地理條件 我其實都不知道 那去人才發現 澳洲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 他其實是 如果你在事先做好很多規劃的話 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那 所以我真的 雖然說我是一個不良的例子 我沒有做什麼計畫 可是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你可以多了解那個國家 在事前多了解 然後 像我剛到澳洲的時候 我是坐那種連假航空 非常便宜 然後到那邊晚上12點 他心聰聰的想說 那有聯絡台灣人接車嗎 結果我發現 我根本沒有硬幣給你打電話 哎呀 剛被安裝一個好心的媽媽 就借我一個硬幣 我才給你打電話這樣 那後來記得我第一次去英國的時候 去那個 我是坐那個火車去英國的 就是坐海力隧道 到英國 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第一個事情 就是我現在拿地圖 地圖非常好玩 但是你認識一個地方 認識一個城市 實在那個國家最快的一個方法 而且地圖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 那邊的人是怎麼看待那個城市的 對他們來講 他想要給人家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地圖很好玩 那時候我就去 第一次到英國 我就拿了一根地圖 然後去 住了那個車載 有些旅行車 然後剛去沒有什麼概念 他就跟我講說 一個地圖要那個 兩磅 兩磅他都開始一百塊錢 我說啊 好像有點貴 因為我都是拿免費地圖 然後我就付了這樣 然後付了 然後從那個地下室 到那個車站的站體 他那個免費發放 給我馬上拿一模一樣 我說這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 像這樣事情有很多 可是你就是去了來知道 那你去到當地生 去了當地以後 你會很多事情要做 非常忙 就是你會等於說 你想在台灣你非常方便 因為你對這個社會人了解 你的累積是非常多的 去那邊你是重新累積的 像你要辦手機門號 你要申請稅放 你要開放 這些事情其實都很麻煩 但是你如果可以在台灣 就先把它搞定 搞定的意思有兩個 一個是 你先知道的時候 你要去哪裡做什麼 那第一個是 你真的可以在台灣辦 像比如說去英國 有一些 像匯豐銀行 他有帳戶是可以在台灣寫 澳洲是不行的 那這其實很簡單 他就跟你寫 你做那種什麼大學 做什麼計畫書 差不多的 你要從AD到BD 你要想 你要怎麼去接每一個小環節 你把這些東西寫下來 去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 像澳洲 不可能知道說英國 煮東西都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吃東西都很貴 像澳洲是沒什麼好吃的 英國是東西都很難吃 那 真的連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葡萄艾爾的室友 他都說 我說來英國真省錢 我說怎麼會省錢 他說因為英國東西都很難吃 他吃住宿都自己組 省很多錢 那 所以你在台灣 你覺得 我最厲害的技能 只是泡泡麵 你去到那邊以後 你就變成那個死神了 你就會需要很多東西 那 住宿安排的話 第一天 就是你去以後 你不知道你會去哪裡 也許你有計畫 你沒有 但是第一個禮拜的住宿 你住最好先訂好 在台灣就先把它訂好 在台灣就先把它訂好 第一個禮拜的住宿 就是 譬如說你去住那個貝佩殼 住那種YAA 那種 或是甚至你有錢一點 住飯店也可以 但是不推薦 因為你住 那種貝佩殼 你可以遇到很多的 其他國家的人 或是台灣的人 在你剛到那國家的時候 這些 同國家的人 他給你的資訊 是很寶貴的 他會給你很多東西 譬如說甚至有那種朋友 就是去那邊 第一個 是你三分鐘這樣 好 我們趕快起來講 那個 那個 我現在是蔡總是要講 等一下有分享 然後大家再問問 你去 國外的時候 可以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像美景 然後像那個 其實我覺得齁 你出去的時候 什麼賺錢啊 什麼體驗啊 英文啊 那個東西 你都試試看都很好玩 但是 有一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那個 你就發現說 你自己的國家 是什麼樣子的 你在 我是台南人 在說 原來台南跟台北 他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去到澳洲 然後發現 他們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方式 跟我 就是很 跟亞洲人是很大差別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亞洲人真的比較聰明 就是 啊聰明 又好又壞 那像澳洲人 他們就是很耿直 但是什麼事情 就是按步驟來 然後 我覺得台灣人 就很知道 像我去工作的時候 老闆說 這個步驟是從 一二三四五 然後馬上就 看得出來 其中三四是可以調裹的 然後 可是澳洲人就是乖乖做這樣 啊 乖乖做有乖乖做的好處 啊 我們也有很好處 但是 欸 我覺得 有好有壞啦 這樣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自己跟另外一個國家人 有什麼不同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 我的朋友 他是唸那個 社會所的 他想去澳洲 港工住家 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覺得說 他們老師剛剛講說 你看你現在唸 社會所 你家境也不錯 那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社會底層的人 他是怎麼生活的 可是你去到一個國家 可能說去那邊當台老 那真的是台老啊 為什麼不是呢 因為這就是台灣出去的勞工啊 你在語言不利的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爭取你 可能原本 在台灣就很習慣的東西 你會發現 哇原來我是這麼不利的 原來在 比較底層的人的生活 是這個樣子的 你對於 你回到國家來 你回到台灣來 你看待 這個社會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不一樣 你去看到 其他國家到這個 國家裡面來工作的 比如說我們講的外勞 你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那 像那個 你會有去到 因為很多人有趣的事情 我比如說我講的例子 那個 就是我去 因為我後來拿去英國 我就到處去玩 那我去德國的時候 遇到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德國有一個 那個文化節大遊行 那在柏林那邊 然後他們就 很多不同國家來那邊遊行 然後我就 跟我的德國朋友在那邊走走走 我就說 我發現 你跟我 就是這個遊行 那我發現德國跟我想像很不一樣 就是 我想像中的那個 德國人就是很嚴謹 可是你們的 怎麼喝啤酒都亂丟 頭髮都不捨 這樣子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他說因為他們 他說 因為這個是狂歡啊 沒有關係啊 他們在辦活動之前 他們就 主辦單位都有交易經費 就是活動結束之後 會清潔公司清潔 他說 哇好合理喔 我們台灣都 都什麼 你連抗憂都這樣 你自己把這次帶走 他說 欸這樣不是很合理嗎 這樣子 就是你辦活動你自己清潔 就不用再約那個 我覺得像 他很多不同的思考的方式 或者是你可能在台灣不太清楚 或是不太習慣的這樣 那 剩下的 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等一下我們有機會 簡單再請大家再問吧 好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 讓我們今天一個精彩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再次給他們 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好 那待會 他們都還會流到活動的最後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待會在我們中場的時間 都會來做個提出 好那即將你們要中場休息30分鐘 那這30分鐘的時間呢 大家可以到外面 我們有設置一些相關 然後再加打工資訊的攤位 那有準則的小點心 要讓他做享用 那待會 訂閱這段回來之後 我們還會有更精彩的活動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那各場的青年朋友呢 主持將進行我們第二階段的一個活動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會先邀請各國駐團的代表 來跟大家做一個資訊的提供 那請大家先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台北韓國代表處的 蔣明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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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民事科研究員蔣明啾 今天很榮幸到這第二次選導會 給大家介紹 蔣明啾 蔣明啾 看一下韓國是怎麼樣的國家 我們正式名稱是大韓民國首都首爾 那官方沒韓文 人口跟面積跟台灣的兩倍 所以其實人口的面積度跟台灣差不多 韓國有四季分明 然後很多觀光經典 經典能唱到VGKorea.org 韓國觀光公社的官方網站 那邊有很多資訊跟e-mail可以參加 打工之家簽證是每年12月初公告 我們新的規定 每年的規定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參加的話 看一下那年度的公告 然後隔年度是1月第一個工作天開始收件 那明年的話1月4號開始收件 那公告還沒上 所以就等到12月初看完有問題 直接打給我們代表顧問 那打工之家簽證是怎麼樣的簽證呢 可以當地定居1年 那可以讀給學校780小時 可以當地工作1300小時 那最重要的名額到今年的話 我們是第5年跟台灣一起開始 打工之家簽證是第5年 名額是400個 那今年開始 今年度其實我們兩邊名額都滿了 其實真的很難得喔 那我們亞洲國家跟西方國家 有打工之家協定的喔 都是單鄉子 我們去的人很多 來的人很少 可是台灣跟韓國不一樣 我們來去的人都一樣 真的難得的青年交流活動 所以我們名額變成600個名 那這一個名額我們就公布在媒體上 所以還有我們官方網站上面 所以明年開始可以 600個人申請打工之家簽證 其實打工之家簽證 只能給你們工作機會 就是這個有限制 只能短暫的打工工作 然後其實限制 從此一些特定行業 更請注意 那其實打工之家簽證的精神 如世界各地的精神都差不多 有年齡的限制 只能趁年輕的機會參加 然後就一個人去不能帶家屬 然後要加入保險 要有出去的生活費 然後一輩子可能申請一次 這是我們台灣跟韓國兩邊協定的內容 那這個協定的內容來 我們針對台灣人要求的文件是這一些 那這是今年的 那明年的話 你們12月等到12月看我們官方網站 有沒有什麼差別 其實都本人申請 所以現在在國外的朋友們 還是1月4號要回來申請 然後護照要一年以上留下期間 要有照片 台灣的戶籍等本 最高選擬證明 這個什麼大選別證實在實證明書都可以 他用官罪紀錄證明書 在警察局開令 然後診端 是這個我們兩邊都有一樣的格式 去大院用儀錶開令 那個體驗料就可以 然後存款別證明書裡面要金額 達到美金三千元以上 這是你們出去的身網 被一家那個機票的費用的證明書 然後保險 其實 這保險的部分有點 就是到今年的話 我們是平常裡有保險 跟機票保險都有收 那明年的話可能有一些更改 所以請你參考新的規定 然後最後一項是計畫書 就是你們自己買一張去寫自己的計畫就好了 那去韓國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要辦理外國登陸證 這是你們外國的身分證 雖然你們有一年的多次簽證 可是去韓國之後 就是天內要一定要辦理這個外國登陸證 沒有辦的話 其實只有一天以後的時間 變成非法停留 請注意 這些是可以參考的常用電話號碼 最下面是你們台灣外交部的求助 請求的電話號碼請記得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要記得 是韓國股價打工中心 這是我們韓國外交部 撞回給外籍的打工股價參加者的一個地方 有需要幫忙的話是他們聯絡 最後一句 歡迎台灣青年團到韓國度假打工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大研究員 那下一個我們要歡迎的是 波蘭貿易文化辦事處的 威德文化組組長 請這些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波蘭 因為你們應該 很多人不知道波蘭在哪裡 波蘭是在中歐 在這個染色的地方 靠近德國捷克斯 巴克 烏克蘭 百歐羅斯 還有立陶宛 然後波蘭是很有歷史的 大概一千多年的歷史 然後就是波蘭的國籍 波蘭的國會 波蘭也有自己的國畢 是說的 我們不是用歐元 波蘭也有自己的語言 就是波蘭文 然後我們用的字母是拉丁字 可是有的是 也是不一樣的 有一些染色的就是 OM CHI N WU NI U SH Z 所以波蘭的發音 應該都是比較難的 可是其實也沒有很難 而且到波蘭 你們還是應該不會大部分的想去波蘭 度假打工不可以用波蘭文 還是要用英文 年輕的英文能力都比台灣很好 多一點點 波蘭是馬大的國家 大概土地是台灣的酒杯 然後又有幾個主要的城市 大最大的城市是華沙是首都 然後還有 克拉布布是文化最多的一個城市 還有羅茲 波茲南 布洛斯瓦 克蘭斯科是靠近海邊的 還有卡托比特 嗯 嗯 嗯 波蘭也是 嗯 旅遊波蘭也有很多 因為波蘭是很大的 然後 嗯 很多 有很大的 很久的歷史 然後風景也很漂亮 北部有海邊 南部有 南部都是山區 嗯 然後也有13個世界遺常的景點 嗯 也有很多不同的 很特別的食物 嗯 茄子 還有一些甜點 還有波蘭的香腸 還有蜂蜜酒 嗯 嗯 波蘭也剩下很多水果 嗯 香蘋果 還有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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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水果都是當地長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便宜 嗯 也有自己的餃子 雖然 裡面那個現實跟台灣都不一樣 可是一定要嘗試 嗯 然後現在我想介紹 波蘭的度假大公 簽證怎麼申請 嗯 我們這個計畫是 嗯 去年12月進行的 然後 每一個人申請的人 會拿到12個月的簽證 然後其中 六個月可以工作 六個月可以旅遊 也可以六個月 嗯 讀書 嗯 然後 嗯 每一年的閒資 有 明德是 200 可是目前 目前還有很多位置 所以歡迎大家申請 嗯 誰可以申請 滿18歲 然後 圍滿30歲 嗯 也不可以跟 小弟姐妹一起申請 嗯 然後只有 只能 只能 呃 參加一次 嗯 然後需要拿 呃 台灣的護照料 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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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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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版一個保險 然後 這個保險要版 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身邊有醫療保險 因為大家 嗯 就是因為你們來說是比較好的 呃 呃 那個保險公司會直接 呃 付所有的醫療費用 呃 呃 然後也要寫一個計畫 然後計畫要用英文寫 因為 一定要有 基本的英文能力 然後要用英文寫 然後 呃 你來申請的時候 也要 用英文 解釋一下自己的計畫 你 可是不用提供什麼 呃 多餘 這些 這些 呃 呃 然後申請的方式 非常簡單 要進去我們的老站 就是 www.pollin.tl 呃 呃 然後裡面所有的 簽證資訊都有 都是 用中文寫的 呃 只要 點寫 印出來簽名 然後在所有的文件 然後兩天就 兩天後就可以拿到 呃 也不用緊張 其實大家都聽不通過 www.pollin.tl 在波蘭可以做什麼 其實什麼都可以 沒有存信 可是 我們 就是 給你們一些 呃 意見 就是 tostel 還有一些東方的商店 還有叫中文 或者 波蘭也有24個 呃 台灣的公司也可以找 機會 好 那歡迎 呃 參考我們的網站 波蘭.tl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是 pl in Taiwan 呃 然後你們就可以 參考一個 Facebook也有一個 嗯 波蘭的那個 度假打工的社團 也可以找一下 就跟大家 呃 好 謝謝 歡迎來到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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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還想放個三十秒的一個 比喻廣告 就是 介紹波蘭的比喻 好 現在 台北的西城 還有地獄 呃 拍網站 你會看到 你們應該會不會被廣告 所以 可以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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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我們澳洲辦事處的王兆維王副處長請大家掌聲歡迎 各位朋友好 謝謝你們都來這邊參加 今天 呃 今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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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我們很高興今天可以為大家介紹到澳洲打工獨家的企劃。 我們希望可以鼓勵更多澳洲青年和台灣青年有交流的機會。 同時,我們也很歡迎更多台灣的朋友到澳洲來玩。 你們知道嗎?澳洲的面積雖然是台灣的213倍, 可是我們的人口跟台灣一樣,都是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很榮幸經濟學員雜誌將澳洲列為世界上最適合居住的國家第一名。 可是因為我是水利人,所以我更喜歡住在水裡。 超過43%的澳洲人是在海外出生,或者父母其中一方是來自其他的國家。 在澳洲,你可以聽到超過兩百種以上的語言, 而且有15%的澳洲人在家裡說英語以外的語言。 澳洲的原住民保存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 澳洲的原住民保存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 大陸跟台灣非常不一樣。 在澳洲,你們不只可以短期工作,還可以學習新的技能,聯繫英文。 各位朋友,想要到澳洲打工獨家的朋友, 你們注意,從進入澳洲的第一天開始,你們最多可以停留十二個月。 你們只能為同一個雇主工作最多六個月,也就是半年。 你們可以上課學習,但是一次只能最多四個月。 我相信你們到了澳洲一定會體驗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這些都是一輩子珍貴的回憶。 對台灣隨身來說,澳洲是出國進球最受歡迎的國家之一。 我們希望。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澳洲是唯一沒有人數限制的國家。 韓國朋友,您好。 你們知道,在澳洲的打工獨家青年中,哪一個國家的人最多是英國。 台灣是第二名,所以非常多。 想到澳洲嗎? 如果你有中華民國的護照,而且你的年紀在十八到三十歲之間,歡迎來到澳洲打工獨家。 其他的資訊,你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注意,在澳洲,我們開車的方向是烤桌子。 澳洲。澳洲有很多美麗的海灘,但是有些地方要小心因為有俄語。 到了澳洲以後,要怎麼繳工作,你可以上網到職業介紹公司,或是向公司直接申請工作。 從明年七月一號開始, 在澳洲打工獨家的背包客要開始繳稅,稅金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你就知道我的感覺是什麼。 在澳洲每個受僱者都有得到最低公司的權利。 如果你遇到任何問題,你可以聯絡澳洲公平工作申訴專員,請他們幫忙。 他們也提供中文服務,所以不要擔心你的英文不好。 你知道嗎?澳洲有很奇怪的理由。 比方說美國人說石油是gas。澳洲人說petrol。 美國把糖果叫candy。澳洲人說lolly。 美國把人警道叫sidewalk。澳洲人說footpath。 美國人叫背心tanktop,可是澳洲人說singlet。 你們應該鼓勵碰到的澳洲人到台灣打工獨家。 。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請到臉書加入澳洲駐台辦事處。 今天我們正式開始打工獨家攝影比賽。 請大家永遠參加。 請大家永遠參加。 感謝大家。 好,我們再次熱點掌聲。 謝謝我們剛剛三位上台的豬排代表,謝謝。 謝謝讓我們提供到詳細的接觸。 好,那下面呢,我們要提醒我們這次活動學中的座談部分。 那待會,不論你去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或有什麼建議,想要做交流的話,都可以。 那大家現在先請稍等一下,謝謝。 各位在場的青年,各位家長大家好。 大家最期待的綜合座談終於開始了。 我在想,各位經過整個下午的聆聽。 一定對於度假打工,還有很多疑問,跟想要請在場的部會代表,或者是青年。 他們把他們的經驗,再跟大家做一點說明。 所以,是不是有問題的,請永遠舉手。 我們會有人把麥克風拿給你。 現在開始,謝謝。 喂喂,我個人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記得ATO相關的網頁上面, 約翰家有針對於明年被包客的稅率的問題, 約翰也有提出說明。 然後因為我記得那個, 因為我記得他們政府相關的, 他們相關的被包客的法規的部分, 約翰是沒有通過的。 其實為什麼有很多的政府度會的網頁上面, 約翰都是說明年澳洲的被包客的法規, 約翰是有通過的。 所以說因為我還蠻有疑問的, 因為我個人看過ATO的網頁, 然後也有看過澳洲相關的那個Bucket的網頁, 約翰都說沒有通過。 然後因為我針對, 然後因為我針對約翰都被包客, 因為他們沒有錢, 因為他們會要去到澳洲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記得教育部那邊, 因為他們比較有提供相關的貸款。 相關的貸款嘛。 所以說因為我希望教育部的關於, 約翰可以針對貸款的部分, 他們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源跟說明, 去給到未來有機會去到澳洲打工度假等人, 能夠提供更多的幫助跟協助。 謝謝。 我們是不是在開放一位,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一起回答? 還有沒有? 如果大家還在思考到中的話, 針對剛剛這位青年朋友提的問題是兩個主要, 就是澳洲打工的稅率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請澳洲助台代表? 請問他再 jump to the website,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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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基本上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海外生活企业代表 这个在你们手上的这个手册第九页 第九页就已经写得很清楚 他主要就是针对想要到国外到海外去游学度假打工 旅游的青年朋友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 未满三十一岁都可以符合 然后只要提供一个保证人 那他贷款金额最高十二万新台币十二万 然后他的利率很低 那你返国以后 你每个月大概平均 产还的本金跟利息加起来是两千多块钱 那你只要每天省下一杯烧饭咖啡 你就可以去付这个贷款的钱了 所以很多青年朋友他到国外去 他拍的胸口跟别人说 我没有用家里一毛钱 我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到海外去游家打工 因为什么 他来贷这个贷款 然后拿十二万去买机票 还有负担他刚去的生活费 然后就赶快找个工作 然后他就顺利的完成 不管一年还是去英国的两年的度假打工的体验 然后平安的回来 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 然后这个贷款在去年以前有名额显示 因为毕竟这个金额是由台湾中小企业所提供的 但是我们为了要服务广大的青年朋友 我们提供了足额的保证金给银行 让他们可以无限制名额的 让你们去申请这个贷款 所以有需要的青年朋友 不要客气 永远向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提出申请 以上的回答是OK OK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机会难得 各位大家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打工签证 跟比如说我之后工作想到国外工作 需要什么手续有哪里不一样 就直接工作在那边 可能需要什么证件或什么申请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工作之前 可以先帮我给打工签证签证 有哪里不同 那第二个想请问的就是 如果我本身现在有就学贷款 像想要办刚刚这个贷款 是不是可以申请 还有对那个打工签证的申请 会不会有限制 有关签证的部分 因为每个国家他申请工作签证的 那个要求都不一样 那打工签 如果要申请度假打工的签证 大家可以看 就是教育部方 大家准备那个小册子里面 每个国家的相关规定都有 那至于说要去 其他国家或是说度假打工的国家 要做长期的就业的工作的签证 可能就要问每个国家 他驻华的办事去 谢谢 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有关 如果说您现在有负担就学贷款 那是不是还可以再干 这个生活体验贷款的问题 因为这个贷款的何准与否 是取决在台湾这种企业银行 那他会不会贷款给您 也是取决在您所提出的保证人 跟你自己的还款能力 那所以就我了解是 有人因为有他的 他有就学贷款 那他的还款能力 跟他所提供的保证人 的资格的审查 并没有通过 但是有人有通过 只要你这个还款正常 没有任何delay的情况的话 那一般来讲是会通过的 一般来讲是会通过的 一般来讲是会通过的 因为这个金额不高 我们的那个 近年海外生活体验贷款 从宁波94年开发到现在 有三千多位已经完成他们 海外体验的这种成果 总共只有两个案例 没有准时还款 两个案例 三千多位只有两个位 没有准时还款 所以这个对于银行来讲 他们非常相信我们 去贷款的金额朋友 而且这个每个月的 偿还的本金应该不高 所以应该OK的 好不好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介绍一下波兰的工作的状况 波兰拿到了度假打工签证 就不需要 就可以直接过去 然后当地找工作 可以工作 就要给一点 不需要申请任何另外的 什么工作许可 就签证就好了 那我这边因为我们 青年署有协助外交部 在核发台英青年交流计划 就是台英去英国度假打工的一些 一些程序 譬如说你要去申请英国度假打工签证 必须要有一张官方核发的书面证明 叫做赞助证明 那这个就我了解了 就是说 英国对我们去申请这个度假打工签证的同学的规定 他只有年龄上的规定 他只有年龄上的规定 那基本上 他是 不限制去英国做 做 不仅仅是度假打工 因为他是两年 所以很多人拿了这个 他很轻易的抽到以后 他到英国去 他先去修一个master 或者是先打工赚一点钱 然后去修一个硕士 因为在英国修硕士 听说只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修到 所以他们不但是去度假打工 而且还弄了一个学位回来 真的 所以这个台阶交易计划非常的好 每年英国整体 给我们一千个名额 然后总共大概 每次都超过五六千个来抽 所以有兴趣的 这个是顺便做一点预告 就是十一月中旬跟十二月 特别密切注意我们青年署 跟RUCE网站的公告 我们明年的度假打工 台阶器的教育计划 度假打工的 张志明的抽签的整个集成会上去公告 那有戏剧要去英国的 请要特别密切注意 以免措施两极 那我们其他同学有相关的问题 永悦举手 因为这个非常难得 来这位 我想请问说 如果我去澳洲打工 然后 有办法必有意愿称为他 税务居民的资格 那我是在工作前 就可以勾选税务居民 还是在工作后才可以读书 然后顺便问那个 带分享澳洲打工的 那个学长 想说他就申请最佳资格 那如果 业伦理事如果想成为澳洲永久居民的话 他就需要什么样的资格 因为在澳洲打工的时候 没有办法 完成之后永久居民的一些条件 谢谢 那个 我先回答一下你刚刚讲的 第一个问题是问说 那个 我有没有使用过那个 就是税务居民这个 然后依照那个 我目前的那个规定 它是你要在澳洲待满 六个月 然后你要待在同个地方 就是通常你只要待六个月以上 你大概都可以去使用税务居民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刚刚讲的 明年 那个 背包特在六月 在七月一号开始 六 七月一号开始 他就 不可以再退税了 所以说如果你 今天 比如说你 今天这个 研导会结束 你明天就飞澳洲 开始打工度假 恭喜你 你还有机会可以使用到这个 你还可以退税 这样 因为到明年六月 那 如果你在明年大概 快要接近 比如说两三月的时候 二三月的时候去到那边 你可能就没办法使用这个 这样的规定了 你可能你退税 等一下就退两个月这样 可是 你就没办法使用到那个 居民 所以这个项目 这样 这样 有回答到一个问题 对 对 这位老师问一下 是 什么是一种 要求 年轻人 成为 澳大利亚人 成为澳大利亚人 当时 年轻人 在澳大利亚人 成为澳大利亚人 成为澳大利亚人 可以做 什么 可以做 成为澳大利亚人 成为澳大利亚人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澳大利亚人 en 太好了 对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and I apologise that my Chinese isn't good enough to respond in Chinese to some complex questions. I would hesitate to say, but it couldn't come to the language for 18 months, I'm sorry. In terms of affirmative residency, the Work Holiday Maker Programme is not designed to be a pathway to affirmative residency, and so it can't be a pathway to affirmative residency. So, the time that you're in Australia on a working holiday does not contribute to any time required for you to meet thresholds for affirmative residency. There are other ways in which one can become affirmative resident, but those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Work Holiday Maker Programme. So, if that was your ultimate intention, then you should perhaps pursue other avenues for affirmative residency. And in terms of the question as to, if you can answer this correctly, why is it that . I've got a question. How do you consider the media? Oh, I see, I see. The short answer is no. Based on, actually not based on recent changes, policy has always been that if you want a job in Australia, and it's for that amount of time, then you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ustralian contract services. So, it's not tied to the government residency question. It's simply a matter of working for an Australian player, taking that as an Australian disability as a government service as a lawyer in the country. So, the answer is yes, you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ustralian contract, but this is the only one of the ones that you want to do.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但再說明一下它的卡庫 第一個就是說 渡假打工簽證這個計劃 它本身並不是讓任何一個外國的年輕朋友 到那邊去成為澳洲游泳居民的 這樣的一個目的跟管道 因為成為游泳居民有不同的條件跟資格要件 但是渡假打工這個計劃 包括你本來的澳洲去城市 對亞洲活動 你所累積的經驗或者是條件 並不是你具備成為 申請永久澳洲游泳居民的條件 所以說如果說 你想要成為澳洲游泳居民的話 你需要依照澳洲游泳居民部跟政策跟法規去看 這樣的條件 就是說你需要支撐另外的管道 去申請成為澳洲游泳居民 所以這兩次完全是我們的簽證目畢 還有待進入任務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澳洲的稅務有居民 這基本上它是依照澳洲政府的法規去做認定的 並不是我們所能夠選擇的 那過去在外國的游泳居民在澳洲 是澳洲政府它所給予的一種特別的一個待遇 也就是說在新的明年起上路的新制之前 外國的游泳居民在澳洲 它可以被認定為澳洲的稅務居民 因為雖然它只是一個游泳居民的簽證持有者 但是它可以被認定澳洲的稅務居民 換言之在新的稅資上路之前 它的年鎖則在18,000塊澳幣以下的可以是免稅的 但是從明年新的政府的政策和法規施行之後 這個適用的條件就改變了 我們的青年朋友到澳洲度假打工 他就不能夠再被視為稅務的居民 所以他所賺的一塊錢都必須要課稅 我們現在就來說謝謝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有三位舉手 我們聽完三位再看您答覆好不好 你好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如果去英國做游學 那個專家打工的話 他需要自己自備的財力證明 是多少 然後還有相關的規定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如果我們在那邊打工 就是度假的話 我們需要繳的稅率大概是多少 謝謝 剛剛不是還有在舉手的嗎 對 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去英國打工地交 那因為要需要抽那個 有沒有一個限制 那我想 那我之前聽說過 有去時間 比如說你抽到 你是有一個時間限制內 必須要去到英國 那如果有一些 個人是沒有辦法無期出國 他是不是有幫忙保留 謝謝 你好我想請問的問題是 現在我們能夠去 港公物價的國家裡面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跟 我們國家 如果我在那邊還是拿到一些證照 我們國家發了一些證照 在哪一些國家有可能有賺 認同的狀況還是都目前還在 因為目前我們其實還蠻推薦造劑的 我不曉得這個部分 有沒有 目前有什麼規劃 或是實際上有成功 謝謝 好 那個有關 基本上 這樣的問題有兩個是 承到那個 英國這邊 航空的 那我先 就我這邊 先答覆相關問題 那至於 英國的 那個簽證的相關問題 再請 外交部的 再準備一下 然後請你再答覆一下 那有關 那個剛剛講的 贊助證明 它的有效期限 三個月 當你抽到 然後我們公告名單 當天 會把這個 贊助證明的Email 文件 Email給你 開始算三個月 三個月內 你一定要去辦簽證 那辦簽證的時候 我知道 您可以在面試的時候 請求面試官 跟他說 您基於什麼樣的規劃 面試官 他有三個月的權限 可以讓你延後三個月 讓這個簽證生效 這個是所有可以延緩的期程 那當你簽證發下來 簽證上的生效日開始 請算一個月內 我記得是一個月 一個月內你要到英國去 以前好像沒這個規定 就是說簽證發下來 你愛去不去是你的事情 你要過半年一年再去也是你的事情 可是現在好像有做一些修正 好像在一定的期限內 一定要去 那去了以後 還有一些程序要辦 那這個是屬於 去英國的簽證 跟入境的相關的問題 這個再請外交部同仁協助 再把握一下 那這個 至於證照的問題 在之前辦的前三場活動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問到這個問題了 那這個證照的問題 就在場的部會同仁他們的 打付的部分 我先做一點簡單的聲明 那他們等一下可能會做一些補充 就是說 基本上部價打付 在國外他們是比較傾向 不建議去做需要證照的工作 因為需要有證照的工作 基本上他們也為了要保護自己 有證照的國民 所以他們第一個 不希望去強要辦 第二個 那需要比較高技術 而且可能需要 可能會有一些危險性 所以這個可能還在努力當中 而且這個也不太符合度假打工的 這個目的跟意義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請 外交部的人 先就這個 這個 英國的問題給予一些打付 所提到 英國自費財力證明 那規定 還有就是說 資大公司不度假的稅務 我們負責的 英國的那個王科長 他們今天正好因為有公務 所以沒有辦法來參加這個宣導會 那我個人的話 我們是比較是國國奧地利的話 那但是我想在這裡 我可以大概的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都有那個宣傳的責業 如果各位需要的話 很抱歉 我可以請你們就是說再看一看 不過您這個問題 我可以把它已經都記錄下來 那麼待會兒呢 特別把您的那個姓名 還有您的聯絡的方式告訴我 那我會請我們的負責的 英國科的同仁呢 可以給您很明確的答覆好嗎 那我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那個因為我之前是在蘇格蘭打工的 我兩年前出國的時候 他的自備管理記者是8萬塊 8萬台幣 就是你要提出財力證明 那是不是這幾年有調整 太確定但是網路上面一定有這個資訊 那至於稅務的部分 基本上你如果是合法打工的話 你會提供他們你的NI number 然後基本上雇主就會幫你申報 所以他的稅是直接從你的薪資扣完以後才給你的 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去煩惱這個部分 你只要檢查說他扣的 比例是不是正確的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離開英國之後要替你退稅 雇主會提供你一個會整的文件 然後你在上網去申報 他們會幫你計算說是不是你符合退稅的資格 然後他會放然後再幫你辦 那證照的部分我順便打一個小廣告 因為我現在是在那個TRI上工作 然後他是一個教中文的一個語言學校 那基本上呢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有這方面的興趣 但是因為現在中國的市場非常的大 所以學運中文的人其實也是蠻多的 那如果有一些同學還沒有那麼快要出國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就是去受這方面的訓練 其實全世界目前為止 在教中文的指導上面沒有一個特定的標準 所以你只要去一些合法機構上課的話 有那個證明 你出國你要教外國人中文的話 其實你也知道 比較有概念知道怎麼教 然後那你拿出的證明他們也會比較幸福一點 對於這個財力政府的部分 以及相關國家的一些細部的規定 在我們外交部的度假打工的專區裡面 都有很詳細的介紹 那各位也可以上網去做一些搜尋跟參考 那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沒有對於這些 我們這些出席非常欺憐 我想要更了解一些他們 嘿 這一位 大家好 我想要問一下有關跟學長姐 就是你們在簽約的時候 就是會知道你們就是 他們是契約部就是好的很快 就是白工還是做黑工 然後還有想要請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然後就是其實語言啊 就是會造成就是找工作上面的一些障礙嗎 還是他會拒絕你之類的 嗯 謝謝 好 那有問題還蠻多的 那第一個那個怎麼講 那個怎麼找到好工的 是不是黑工這個東西 其實他會講白 他會跟你講說我就是不知稅啊 我有做過去過那個 新加坡餐廳打工 但是短期的 然後他就可以工啊 因為他也不需要報什麼稅這樣 那你說要找到好的工嗎 我覺得找仲介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有找過幾個仲介 像我去做過裝潢 然後我去做過那個就是 去做救護這樣的清掃員 然後我找的那個仲介公司 就是比較大間的仲介公司 像我第二個 那我賺了很多錢的那個工作 那個仲介叫阿DECO 阿DECO是全世界都有 所以台灣也有阿DECO的那個仲介公司這樣 所以你在找仲介的時候 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其實好工黑工他 除外是他刻意要去騙你 他騙你通常都不是這種 黑工這種小錢 他騙你通常都是 會比較多這樣 他只是黑工比較容易遇到這樣的事情 黑工他 遇到一些糾紛的情況是會比較多的 那其實你是很容易分辨的 謝謝 我也分享一下在日本的經驗好了 我的第一個工作呢 是透過在台灣的仲介去找的 因為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能夠停留在日本 讓我慢慢的找 因為我剛剛前提提到 我在日本的時間不多 那我在台灣找的這個仲介呢 後來他把我引進去 用Skyp面試的時候呢 是引進到另外一個日本的人力仲介公司 那其實日本有很多這種 他們看準了很多外國人想要去日本 他們這種公司真的很難選 就是有大有小 譬如說我先得到了台灣給我的 日本的仲介公司的名字 我就先上網Google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其實日本有很多資訊 你可以去詢問一下 已經在日本的人 你有沒有聽過這家公司 就是靠頭腿相傳 跟其他網站 那再去探聽看看 那另外是跟我接洽的 那個日本的人力仲介公司的大陸人 我有在跟他多聊聊天 那我覺得好像還可以信任 所以我透過了這樣子的 仲介之後 來到我第一個打工的地方 那我就簽訂了我的打工的契約 那他的契約上面有寫的很清楚 就是我有一個月的時間 在一個渡滑雪度假村做餐廳的工作 工作的時間時薪 然後以及我工作的內容 那我們在那裡他的每一個同事 跟我一起在那邊工作的 幾乎都是日本人 跟已經是日本級的外國人 我剛剛提到的韓國人 我菲律賓人 他們每一個人的雇用契約都不一樣 那我的日本人同事就很好奇啊 我為什麼要去一個鄉下 我待在那個地方真的附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是困在那個度假村裡面 困了一個月 我個人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在台灣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的日本同事就看了我的契約之後 他發現我的薪水只有 時薪是700日幣 那日本現在平均 如果你在鄉下的打工 差不多八九百日幣吧 這樣子的時薪 那在都市的話 也有九百一千的工作的時薪 幾雙便利商店 所以以我的個人的時薪 在日本的工作算是低 但是我本身呢 我的部主有提供給我 第一個那有保險 然後有包吃跟包住 那我沒有其他的交通跟花費 所以我認為這700日幣的時薪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前提 所以我才去這個地方 去這個地方工作 那我的第二個打工 是我自己去找的 那我在簽訂 不用合約的時候 我也有認真的看 是我可以接受條件 另外我所工作的這個動漫相關的公司 他在日本是最大的連鎖店 他現在在台灣大陸也都有分店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是有名的 你就不怕真的有糾紋的時候 你有備占便宜的地方 就是我的經驗 然後換下一位 大家好 我之前在愛爾蘭的時候 我之前做的是白宮 但是其實在基本上 只要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他們都會給你簽約 那你們真的只要注意的東西是 合約上內容有沒有被改過 就像我們在看 就是一般我們在台灣看保險簽約 或者什麼樣的契約的時候 我們都會仔細看 所以你在國外也是一樣 把它看清楚 基本上只要適分正式的工作 都不會低於那個薪資 你只要有查清楚 所以這基本上最重要的是 在你在找工作跟在面試 在他提供contract給你的時候 你要就仔細看清楚 那當然如果你說黑工 黑工當然危險 可是黑工就是 他就是不用繳稅 所以有些部主 他是會給你 比一般薪資高的東西 他的薪資 但不用繳稅 因為對他們來說 避稅的東西 跟給你高一點的薪水 對他們來說 比較花少 所以說 但是黑工的話 像我之前在愛爾蘭 我朋友就是有出現了 就是所謂的 勞資糾紛的問題 但一樣其實在每個國家 我相信都會有這種 所謂的就是 勞動部之類的東西 會幫你去協調 協調 那最後一樣 都可以把錢拿回來 只要你有辦法提出 適當的證據 所以假設你真的 不得已去做了黑工 那你一定要知道就是 基本上你的班表 跟他所謂的 因為他們通常 黑工是不會給你 就是所謂的薪資單 然後也不會給你所謂的班表 就可能都是 全部都跟你用腳 那這種東西 你最好就是去把它 如果有辦法 把它靠一下 這是最後 如果假設你們真的 發生問題的時候 是就是 非常好的一個證據 也好有利於幫你們 把錢拿回來 謝謝 那關於加拿大的部分 在找黑工跟白工的地方 我大概補充兩點 那一個正統的黑工 通常你在去面試的時候 他不會先了解你的身份 像是說你有全職 還是其他兼職工作 或是你是學生 那如果是打工步驟 他會需要你提供你的簽證 護照 還有你的銀行戶頭 這些資訊 那通常你的薪資會 會是他會開支票給你 或是直接轉帳給你 那很多黑工 他會直接付現金給 那這可能就是會有淘水 或是其他不合法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一個 可以分辨的方法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些就算他是合法的白工 那但是有些戶主會偷 有一點偷那個漏洞 就是他會跟你說 你來要先訓練可能三個月 那其實這是變相的適用期 那他說這三個月 他可能你的薪資是低於合法 低於最低薪資 或者是 例如說前兩個禮拜是試工 不給你錢 那個絕對是不合法的 所以以這樣他來說 你只要有上班 他就要付你最低薪資 或是最低薪資以上的價錢 那這個也是需要我們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回答一下愚言的問題好了 真的是看你的目標設在哪裡 其實很多人到國外 會覺得說好像應該要找一個 對自己之外發展有幫助的工作 但是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而且要評估自己的原能力 當然如果你連基本的應對能力 都沒有的話 當然是會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出國之前 如果能夠至少有一些基本的 溝通能力的話 就是最好的 然後到了當地之後 也是就是要期許自己 可以不斷的學習 我自己在蘇格蘭的時候 我的第二份長期工作 是在就是愛丁寶石中心的觀光 紀念品商店工作 我那天工作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的經理他知道說 中國市場非常的龐大 而且有非常多觀光客 在那邊購物 所以他很刻意的每一間店 都要拼一個會講中文的人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 是有這個需求的市場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去卡位 所以這當然可以利用到你語言上的優勢 但是同時你一定會有其他同事 是其他國家的人 所以你還是有機會給練習英文的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謝謝 各位我對這個就是黑工和白工 做一個補充 就是這13個跟我們簽 度假打工協定的國家 針對勞動的 像最低薪資啊 福利啊 或是工時啊 或是說要不要在當地幫你保險啊 這些都有他們相關的勞動法令 那我們都已經把這些 13個國家的勞動法令的匯准 在我們的度假打工的專屬網站裡面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黑工和白工的分別 就在說你在簽約的時候 那個給你的這些待遇啊 那不符合這些當地的勞工法令 所以我是建議說 大家在當地找工作的時候 可以先看一看說 先上我們度假打工的專屬網站 看一下當地的工作的這些勞動法令 然後來選擇你自己的工作 那我們是建議說不要打黑工啊 因為打黑工真的會影響各位的權益 而且會產生後續的一些問題 謝謝 那對於關於合法仲介的問題 我們寫討動部的同仁幫我們做一點點重 我們提議的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和黑工是一個是很會行事過程 另外一個在第一期作為的同學學長 也提供大概一點點 就是說如果他給你 老闆給你的行資是不合於長期的高 那也是一個作為判斷 他是黑工的合理的依據 你有沒有在於就是說 在國內的話 合法的就會不及過的查詢 那在這個手設裡面 第26月裡面就有 那同時也可以去 外交部網站其實都跟各部會 相關的資訊都會很連結 就是所以就在 如果國內的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在 第26月 對我們勞動部裡面的網站的說明 你們可以看 或者其實我建議說 大家對這個 一開始不清楚 直接就聽到大家 說要坐下打工 他就可以連到各部位去 你看他是你需要是哪個部位 他就可以做超連結 來上個座說明 謝謝 好 不曉得他有沒有問題 請說 妹妹先 然後你是第二位 我們 兩位一起聽完 我們在一起回答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 在 就是想要參考一下說 現在目前台灣 一共有幾個國家 有在跟我們簽訂 大公元度加 然後會 就是從去年比的 突然 然後我就想說 這英國真的大可能 可以跑去波蘭這個地方 可是因為波蘭 事實上在台灣的一些 討論版上面 事實上的資訊很少 然後所以想問說 就是在波蘭這個地方 是否像我們這種台灣人 去那邊打工 是不是很難找到 莫過 再加上契約部分 是不是都是波蘭人 因為我看到 在直播上面 他好像是說 建議說 就是好像還是要會點 波蘭人 或是俄文 或是德文 這類的東西 所以想要問一下 對 對 那我想要請問 關於運輯的 關公主講 那個 就是 還有戰術證明 如果是一階段抽到 那可否保留到 第二階段 或是什麼 好 我們剛好波蘭代表 還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先 請他回答一下 有關於這個波蘭文 波蘭的工作企業 是不是都是波蘭文 是不是要知道 要認識波蘭文 才辦法去打工 還有他的工作好不好 想的問題 那當然認識波蘭文 是不是最好 可是 像我剛剛做這個介紹的時候 我有提供一些建議 就是回照 經驗旅遊 那個經驗旅館的工作 或者叫中文的這種工作 或者一些圓動的餐廳 或者還有一個機會是 就是波蘭東邊的盧布林展示 他那邊大概有600多個台灣的學生 然後他有一個宿舍也是專門 為這些台灣的學生設立的 然後他有餐廳 然後他也有一找 打工戶價的 拿到打工戶價簽證的學生 來工作 所以 就是要找用英文會做的工作 或者不一定要做 跟大家會議 就需要用講的這種工作 我們在餐廳 在廚房 或者在飯店 也有很多工作 是不需要用到波蘭文 好 那針對這個英國贊助證明的抽到 我們每一年都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抽500位 第二階段抽500位 那 剛剛問說第一階段抽到 是不是可以保留到第二階段 是不是 沒有辦法 你在哪一個階段抽到 就必須在那個階段的三個月 你要去辦簽證 然後你假如說 在期限到之前的一個月 書面申請放棄 就不會列入黑皮帶 你可以再參加第二階段的抽籤 你可以再繼續參加第二階段的抽籤 它是不能保留的 那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有說 你去辦簽證的時候 可以跟面試官要求 他有三個月的緩充期 你可以請他讓你的簽證生效日 往後延 這個是另外一種定義的措施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你如果抽到第一階段的 就必須要在第一階段的 有效期間三個月內要去辦簽證 沒有辦法拿到第二階段去辦簽證 那因為我們這個場地是 只有使用到五點半 那我們是不是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了 OK 那我們在11月20號 在高雄還有辦理一場 在11月27號在台中 再辦理最後一場 就是今年度 後面還有兩場 那歡迎今天沒有來的 或者是想要繼續了解的 歡迎去參加台中場跟高雄場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歷領 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今天委託的代表 那也謝謝各位青年朋友們的參與 那離開之前 請大家幫我們貼寫一下活動問卷 那交給我們會台工作人員就可以了 那今天活動就正式圓滿的結束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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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